來玩這個吧 這個大江湖 蒼龍的白鳥 這個算是他們今天 先體驗測試 之前玩的是demo體驗版 所以現在可以 可以玩到更後面的劇情 這個目前總共跟上次的差別在於 大概可以知道一開始可以選男的跟女的 但是他有兩個 有什麼 這個造型 他是說要先通過他的這個 江湖線跟這個羽衣線 就是有兩個 主要的分歧 你要先通關之後 才能獲得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選這個 然後之前 跟差別創角也有差別 就是我有點忘了之前是幾個 然後他這次 就是有兩個選擇是 因為我記得之前應該是五個都亮 這一次變成是有兩個是 一樣的問題就是 不是一樣的問題 就是你要先通關一次吧 就是 好像要先通關一次吧 才能獲得 我確定 不是不是 他這個是一個你要先洗的一個 一個武學才能 解鎖的樣子 應該是吧 所以你真的選 這個三個這樣 然後這次我還是一樣選第一個 落魄的乞丐 主要是看他你想要的能力 然後跟上次的差別是你這次可以取名字的 可以自己逆 然後招式一樣是可以自己殺 我不知道有沒有 跟上次的差別有沒有 這個特性有沒有不一樣這樣 不確定 因為我這個真的蠻花時間的 所以我自己已經預設好這個 已經準備好一隻角色了 所以我先看一下這個開頭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這個開頭劇情還是一樣 就是他是說這個有經國跟送國這樣 然後就說有很多個 綁牌 他說我們的故事就是在這個歷史被影響發生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差別這樣 如果你在這個江湖已經漂泊數十日了 自覺應該做點什麼 聽聞這個 該幫地址在襄陽城 廣發英雄鐵 你想要去湊個熱鬧 所以你來到這個襄陽西北 之裡的一處破廟 破廟 然後準備落腳 這邊基本上其實在襄陽地區大概跟demo版差不多 都天色不著 就去這個破廟休息一下 因為我已經先準備好 所以我就毒檔 直接用這個 預設的我先塞好的角色這樣 等一下 然後這個 我的角色主要塞的能力應該是 然後呢 我主要是以這個什麼 劍法吧 還有這個 就是 這個有一個加全隊攻擊的 還有就是 先根入骨 喔對阿 之前就收匯完了 然後 就是主要是看屬性 我把這個撐比較高 然後道德比較低 因為我之前玩的是 正派吧 應該也就是道德高的那一邊 所以這次我打算走這個道德低的這一邊 就是demo版 跟他做一個差異這樣 那開始吧 基本上 應該跟demo版差不多 就是在這個地區 清宮 拿到一個古劍 然後這邊應該有東西可以拿 初期的小東西 就是能拿就能拿 然後 沒了嗎 那麼少 本來應該以為還有更多的 好 那我先裝備一下 兵器 這次初死就可以拿了 反正這遊戲就是 能存就盡量存吧 進去吧 他說菩薩拜拜 好運自然 有個球籤筒 衝個籤吧 下下籤喔 他說菩蕾出籤 坦敗露 露出底褲也不冤 全是下下籤 哈哈 有人在偷笑 怎麼能躲在後面 他說臭叫花子 吃我一招吧 其實一樣 好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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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初期的這一隻 基本上這應該是 輕鬆吊打 二級 去吧 好運喔 好運喔 勝利 他說 他說我還以為是追殺我的武林高手 原來只是個 江湖小混混 所以我們追殺你幹了什麼壞事 他說說來話蠶式 一步一九流 我還是趁機趕快離開 好像有點大聲 等一下再調一下 他說不好的 往破廟這邊來了 快躲起來 有點大聲 我先用應急的方式好了 他說這邊躲不下去另外一邊吧 急急你往那邊去吧 他說 哎呀你踩到我的腳了 他說別說話有奶了 黃袍怪客 他說混蛋 我與仇家結怨與你和相干 為什麼要處處為難我 他說這個 36棟72伏地的百魚條親命 老夫怎麼做事不理 他說你能打贏我的話 再去找這個 36棟72伏地的仇人報仇們吧 他說 不要說這個大話 十年前你我不分勝負 如今我 成功大成 今日就拿你開刀 他說領教這個閣下的高招 有這麼強喔 就是看他展現這個招式的時候 他說你有我的五 武功都屬於這個道家玄門魚派喔 看來拆去都是同樣的套路 沒有沒了沒有意思 他說 他說 閣下的武學根基是屬於玄門正中 但急於求成已經錄了魔道 他說我是半路學 體武自學自練哪有什麼正道跟魔道 他說如果你這樣練下去的話 飛彈大從難爆啊 心滅不爆啊 他說我這有幾份點擊啊 你就祝你 都練信心這樣 這哪都是傳家 傳說中道家的至高無上無權密集嗎 他說這本不能給你 他說我就要這個 把他搶走了 他說兩個怪人武功都已經化盡了看不出什麼 和門和派喔 沒想到中原武林還有如此高手 他說地上 他說應該兩個人在拼搶 這個掉落的兩本武功密集吧 他說什麼武功密集 你不要一個人獨吞啦 他說分你一本就好你想哪一本 那一樣啦 我就練劍法吧 就學這個躺贏劍法 躺著贏的劍法 另外一本就給他學走了這樣 就說那這樣的話我們不來缺錯一下吧 我看一下 他改那個 音量要 音量要回那個 主畫面 我看一下 等一下再改好了 先把這個 裡面的東西先拿 你拿 基本上 其實你也可以不學吧 就是這一招 並非一定要學 不過因為他可以加那個 他有那個基本的那個 增加屬性 還是學一下吧 初期這一招 應該就夠用 接錯一下 就我這兩把去吧 兩下就我死 呵呵 他說不錯再來一場如何 然後這時候有那個點 點數 就是 他這邊 咦上次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天賦 有點忘了 算了 機器已經不可靠了 然後他有說這個1到10點是消耗一點 然後11到20是2點 然後11到15是3點 那我一開始我會先點 這個貝利吧 喔 然後 再切磋 這時候讓小鏈伸手 他這個是連擊最佳 有身體啦 有身體啦 他說 近日武功也有小成 我們去練到這吧 說其實這個江湖武學 你可知道這個 江湖上誰武功最高嗎 他說我這也不知道 說來聽聽吧 然後兩個人就聊到了這個 聊到深夜 就這樣 神秘男子一邊跟你切磋 這個武學喔 跟你講了這個 各路江湖的這個 夾人影視喔 跟你講這個 四位絕學高手 他這個叫什麼 參桑劍法 也太久了吧 這是上次被嫌太快了 所以這次放慢速度 顏婆 男婆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人就在這附近吧 一婆 就是在下降層的一個深山裡面 應該是男婆吧 我記得就是打蛇 過去之後 然後會到一個劍種 風輸 這個是被放慢的啊 因為我記得之前好像快到你連 連看都不用看就 結束了 這麼久嗎 視覺 因為現在又遇到兩個高手 所以總共是六個 神秘男子看來 儘管出現兩位 老人喔 武學 絕不在視覺之下 他這個真的被放慢好慢喔 應該是因為這個主要是自陣了 這個好像也有慢過頭啦 他說反正總而言之覺得這個江虎林真是臥虎藏龍啊 他就聊到天亮這樣 他說打了一碗不知道怎麼稱呼啊 他說你和我一起學那兩個很怪的武功算是同門一場 他說看左幣你年長一點應該叫我一聲師兄吧 他說你叫我師兄也差不多 啊 他說我現在動深北上了 他說有些盤藏留在南方的一處黑風帶啊 如果你不嫌棄可以拿來用這樣 他說你現在有些功夫了 在中的小賊你也幫我順手打發吧 他說發財啦 他就離去了 因為我這次打算走算是道德比較低的那邊 所以我選槍會比較靠北嗎 就是選那種就是會撿道德 他說天亮了 他說練的一束還真是有點餓 他說聽說這個香陽有一個 楊諾饅頭很正宗 大黃狗 要是你 基本上大黃狗就是要那個 那個 那那個包子 現在這個ESC可以存檔 就是 除了篝火 不過他只能在大地圖存而已 就是你進小城還是不行 他說香陽城號稱南傳 北馬 西省通通 道路四通發達 日古是兵家避震之地 他說香陽以北被經國給佔領啦 香陽以南便是南宋 他說因為他們的這個戰爭 讓這個地方殘破不堪 來開始 反正 策略就是先把該拿拿一拿 這樣 好啊 其實我有點忘了 我先存個檔好了 因為我記得這個地方好像有要做的事 出了嗎 今天搶先tm 老頭的對聯 好啊 你出題了 他說幾重八俠川無俠 看看 我記得我之前有做一點小抄 這個 冰下 向陽向洛陽 他說 清燈 關清 死提 清農掩月 這個應該是刺滅 這個是丙嗎 比刺星騎刺兔罪風 然後他說 克到黃洲或從下口溪來 武昌東去 這個應該是 天生刺斃 不過周朗 意思什麼 這個好了 他說 面罐 黑面 湯 白面子 面面 護者劉先生 這個是 讓我實地把 撞石城 去死諸葛 時時護 護佑 屬明君 他說妙啊 這個對起來 讓你的悟性增加 然後給這個襄陽行救令 然後我會把道德壓在一個 非常低的狀況 所以 他說 這個 剛才幫魯長根喔 他說他找到 撿到一個武功秘笈 然後 如果你想要加這個道德 一定只能選第一個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 他說上層武功是我掉的 他說結果原來這是我的 所謂那個 拿到的秘笈 他偷偷把他塞回來 喔對啊沒折扣 然後我想一下他有哪裡 這個吧對聯 他說 一陰一陽 一短一長 一座一夜喔 一樂一涼 差一字喔 讓我想想 應該是名吧 他說 他說惡行一體喔 四之八頭 四八一八 飛拳養流 差一字喔 這個是井嗎 他說 古月照水水長流 必撥森畜好泛舟差一字喔 恩 這應該是虎吧 然後獨木照高樓 鑽瓦頭 沒瓦沒磚頭 人在水下走 水在人上流 這個的話好像是閃吧 他說全答對了 他說這個饅頭就送給你了 這個就是可以直接去給那個 狗狗的 我先去找他吧 好 先去找他 那個狗就一個選 其他的這個隊員選項加入就在一瞬間 所以 基本上就是 我先存個檔好了 人家怕這個 沒讓他加入 我的第一個隊友 狗 友善 給你吃吧 他說好可憐喔 他好幾天沒有吃飯了 他說他想要加入你 打黃狗 然後 終始的夥伴 然後接下來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還有哪邊呢 先每個都聊一下吧 你說你有從城外來有看到這個畫中的告示的怪人嗎 他發現這個 簡直和這個昨天破妙的神秘男子一樣 他是不是做了什麼壞事啊 你有沒有看過 說啊我沒見過啊 奧德又靠了 開心 然後他這個有那個 加能力的 這等下再有錢再買吧 先把能收掛都收掛一番 那這個 其實開始是要找他們 但是我現在策略是 先把東西拿一拿 不急的跟他們 聊天 因為他這個 就 只能好好利用他 這樣 這邊這隻雞的旁邊有一隻 這椅子旁邊有個140 應該是沒了 記得 這邊還有水桶的 對 被他擋住 我想一想喔 還有什麼 應該是沒了 好我先出去吧 因為我這次的策略有點調整一下 因為這個就 他就是那個 有些你等級還 不夠強其實來找他沒有意義 先去散步把一些好東西拿來拿 再回來聊天 一開始我策略就是 這邊啦這邊有個東西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拿到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拿 這個屋子的上面這邊有個東西 我不知道那時候玩有沒有找過 這邊有個夜行 但是有吧 這個 一開始算是 升法8是給這個 因為我這次初始角色是 是升法比較高的 那這個要不要進去我想一下 因為我記得這個好像沒有東西 江下渡口船 順江而下 不一日變道 這個江東 渡船 渡口山船 來往如說 三教九流會在此地 自然自然是打聽這個江湖消息好地方 魚龍混雜 賊道自然也多 到處都還是得多多提防 以免 這個 生貨端 先可以把拿來拿 這個吧 我記得這個這邊我好像只知道就是兩個點 就是那個左上角還有這個吧 這個發光的 這個是 他這個是增加能力值 9億 然後這個的話好像我現在應該可以看了嗎 就是 你這什麼 烈火酒 這個夜行就是我外面撿的那個 然後這邊已經拿完了 這個 特定性的這個 特定性的這個 我怎麼又下去了 然後先去拿一個很強的東西 我想一想 因為如果你想要快點鏈等的話這個他這邊有特別說就是 你的悟性 對悟性 所以順便點一點好了 然後這個右上角這個反正這個大地圖的花花草草都可以拿 我先來這邊觸發那個那個叫誰啊 就是那個 初期的 政派人士那個地方 那我之前玩的 Demo版是 幫他們 所以這次我不幫 我要幫這個 這邊的士兵 這邊的士兵 襄陽以北有一個狹場的山道 古稱 這種 薄望不波是不是 20年前被驚人所佔領喔 金兵佔據此處喔 惡住這個進入中原的要道 對過往的商旅收取大量的通關費用 宋人如果想此進入的話需要經國通關 文蝶方可通行 不幫也可以啊 會拿到別的東西啊 他說通關要錢啊 他說你們這些 然後他就說你們這些官兵真的得寸進尺 他說這就是咱們大經的 大經國的規矩啊 我不懂嘛 他說500文錢很便宜啊 他說原來是一群驚人狗咬狗啊 他說瑪德今天手關的人手太少了 他說看你也是有功夫的 幫忙這個打他吧 乳華 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乳華 反正我只是 玩遊戲就玩遊戲 我不會扯到 任何的陣子 因為他這樣寫嘛 所以我就照念啦 那如果要是 他這樣子有問題的話那 那我也認啦 呵 因為這是我照念的結果 所以如果要是他這個有錯的話 那他們自己本身也有問題 好啦 輸掉這個 我就冷漠 欸不對 圖利啊 幫助金兵贏得賞賜 他說好吧 官爺你請好啦 那基本上這個一定打輸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金兵打人的傷害只有一等 所以我們要有效的利用自己的 這個 這個 有效利用他 然後他們一定一開始可能會打他們 所以如果我想要這個賺這個 這個 效益的話 因為我已經 這個一定會輸的 就是一定會輸 這個是一定會輸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就是空打鍊這個 技能 因為這遊戲就是 能鍊的地方不多 所以 你就盡量 能鍊就鍊 這樣 加5持經驗值 因為你還可以操控他 不過 就空著給他們打吧 因為我不想 浪費時間 這個一定會輸 你就看這個傷害 就不用逼了 技能打的傷害都只有一滴 先戳 空打 空打有經驗值 不要浪費 那就是走那個金融群俠傳早期的那一套規則 幫你填一下 升級 我可以試一次為什麼我打的沒有屁用 因為 大概一滴吧 所以我才說不用打了 放棄治療 好 這是一個很早期的遊戲 那他就是 這個設計為這個 他的目標 不 降低 啊他打我了 救救你 紙 結果上這一定輸的 你幫他會拿到秘密 你如果跟他對幹的話 還是 會拿到秘密 但是會有東西 這個東西也不錯 我覺得就是看自己的需求 死了 狗狗幫我報仇 蛤蛤,蛤蛤,蛤蛤 狗狗表示,我也不行啦 攻擊 一滴 這個是基本上你...這個 一定會輸啦,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好在意了 你只要跟牠們對幹的,一定輸了 2點的狗狗 但也許可以練 不知道能不能初期 直以波劍神的設計 有沒有人可以做到 但是 基本上那個太濃了 還是順順的過就好了 因為這個輸的沒關係 他說那個北方劍客和 綠三女子 武功出神入 幾招內就把這個金兵拿下來了 然後兩人騰空 之長清空騰空而起 然後就 那道德又扣了 沒關係 他說 剛剛不顧兇賢為這個官員把關 不知道剛剛說的賞賜 他說讓你把他們兩個拿下 讓他跑了 還有什麼屁賞賜 他說一邊去吧 他說地上有一個靴子 看起來是剛剛掉的 他就撿到了 飛馬靴 這個不錯啊 這個能力很強 就是現在也穿不了 因為他悟性要有12 可是你如果拿之後 可以再悟性再多了 所以我這個之後再來就好了 所以為什麼 我這次骰的話是以這個屬性高為這個目標 這demo掉嗎 我不知道耶 也許吧 忘了 就是我把盡量我的這個屬性撐高 然後貝莉是我這隻角色的比較平弱的 平弱的 的部分 這樣 好像沒有 有點忘了 因為我記不了那麼多 我只是大概用印象 有掉了是不是 可能有可能是因為屬性不夠吧 大家就會遺忘了 因為他這個悟性要12點真的還蠻高的 然後因為他被他打死之後你會剩一滴血 所以 就是 這個破妙就是你家 但是 初期要省錢的話 最好就是 在這邊休息一下 你沒有拿玉佩嗎 玉佩喔 我沒有特別記 我就玩到哪裡就 就拿這樣 右下的樹林 看看 右下有樹林 有可能漏的 右下的樹林 你說這個嗎 右下有龍蝦嗎 有點忘了 那要怎麼過去啊 過不去吧 這邊可以過去了 真的可以 不過在哪裡啊 我找看看 在這喔 這藏的好深喔 那我這個之前沒有拿過 所以我才沒有印象 不過好像也拿不起來了 騎門30喔 這個還蠻強的 可是我騎門不夠 因為我記得 沒有特別骰的話 騎門應該都不好低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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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那個沒有特別選的話 不過沒關係 就是 看狗狗的 看狗狗的 狗狗的這個 我看一下喔 呵呵 狗狗你的騎門行不行 0 呵呵 狗狗的騎門不行 呵呵 呵呵 我想一下喔 這個先保留好 我不知道 那個好不好 呵呵 然後一開始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開始就是先來這個 這個 可以先來這 我要先來這嗎 我先找那個 找那個 乞丐練好了 乞丐的話就是 也 初期的話 你可以稍微練一下 就是故意打輸啊 他說這個 蓋幫在這個 要廣發英雄鐵來設立這個 英雄大會啊 然後有比武環節 這樣 然後 他說 英雄 江湖上英雄豪傑 不論這個備份高低啊 均可報名 這樣 他說怎麼 你也想參加啊 他說你這種小混混 算什麼英雄好漢這樣 他說那我們兄弟 試試你的身手吧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 如果一開始把他打死的話 就不要練了 呵呵 所以 就是 戰術就是你可以先打一隻 一開始你要打 你也是一點 要弱的部分 然後他這個其實可以投東西 小黃狗 其實我也有 因為我在想 我這邊要卡很久 我還在猶豫 因為他不練真的不行 就是 但是目前初期最好練的 的地方 因為他 他路按照我的記憶沒有錯啊 黑風災應該是3級的吧 然後 然後後面的話 就跳 那個幾乎 你這個區域要打贏的話 那個等級就跳很大這樣 印象中 所以你在這邊至少 就是 就是至少要熬到 熬到一個 等級這樣 才有辦法就是 順利推 可是 他等一下 這個推多久 又很糾結 就是在這邊練多久 然後 然後這個就是 這一隻 因為你把他打死 就結束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繼續空推 有點空桿的感覺 然後我看人家說 那個 腳趾這樣 真的可以練 這個我就沒有去研究出來了 到底怎麼練出來 到底是空桿嗎 這是他最初的那一招 然後這個 這個 嗯 看一下喔 先把這個倒 反正就先輸吧 脫 嗯?他在幹嘛 脫 在等你了結我 你怎麼那麼久啊 呵呵 他說 就你這個三角貓功夫 三角貓功夫 還想要參加這個 蓋幫的英雄大會 他說回去練練再來吧 然後真的回去練練再來 呵呵 先去看一下那個 東西還在不在吧 我是懷疑那個 應該被改掉了 當初有一個佛像 後面那邊 那個東西 看起來還是刻意塞 我覺得他應該改掉了 你這邊看看吧 他說江陵渡口向南 是頂南 郊鄉的地區 喔 向西坐船 順降而下 可到巴蜀 近日不知為何 人將這個渡口大小 三船 盡速包下 他說已至這個渡客 渡客 入口客犯西少 真是很輕 就看到一個人 這是主要關鍵的 他說這個 這黑臉漢子 鬼鬼祟祟的 過去瞧瞧吧 我記得在這嗎 不過看起來 他說 紅光 這也換我光溜溜的 好像之前有很多人在這裡莫過世的 看來這個沒有什麼寶物 如果是有 也早早被人家摸去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上次這邊塞超重要的 他這個說法就是 這個demo版的人都把他摸走了 所以這個搶先體驗版就沒了 他意思應該是這樣 好啦就這樣 反正我一開始我也不 我也在對這個東西保留懷疑 他給東西太給力了 就是 就是 那個是 你也知道那個是 是 是 一個 煽動嗎 是喔 休息一下 對啊 所以他這個 一定是為了當初給你 體驗好一點 而 留下 看一下好了 我的 先悟性 然後 狗 我忘了狗要怎麼練 因為我對角色都沒有特定 因為我記得狗好像有很多不能練 就男婆吧 我記得 應該是男婆吧 好像是-3的男婆 這兩個是不是縮短剩一個 是我的錯覺嗎 又是你 又是你 又批 欸怎麼跑出來了 欸 是我 看錯嗎 所以他是騙人的就是 你以為我只有一個嗎 我有兩個人 這樣 他是罵狗 我還以為這次 就是故意的 他躲在角落 草叢人 他看著有個傻子 上來就要圍後他 他就是看到有人 又一個傻子來了 可惜他這一次還是沒有做加速 我覺得很可惜 就是可惜 美中不足 當然這個 真的 真的很可惜 因為在這邊的話 會覺得如果你要重複練燈的話 這個加速真的蠻重要的 黃狗也升級了 他上限只到了10級 可是我記得那個 阿婆好像是28級吧 聽人家說 可是他好像也有人打贏了 用DEMO版的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有扯到週末 我在猜是會開放這個上限 就是 先戳你 欸不行 我再戳他我就要輸了 所以我就要不用練 反正等下練得差不多 我就去打那個 黑風寨吧 因為我要拿一點獎勵 因為我要拿一點獎勵 這個我有點想試看看 邀請那個 那個神偷再來回來打 或他們身上的饅頭 會不會比較 算量 然後右邊有一隻很強的雞 我記得 可以打 補血 等死 他又沒內了 反正就是一直 阿這個不行了 等原定 對 先打狗 欸 所以他就練成這個 打狗棒法 變上說欺負狗 就變成 練成了打狗棒法 你負其死 有點 對啊可是沒內力了 誰是死啊 他又沒 你慢慢加油 我繼續練我的 對 其實這個 這個 如果從旁人在看 這個人在 這兩個人在打架 就發現怎麼這個人 一直在往別的地方錯 這樣子 這人是在幹嘛 他在空回 打幽靈嗎 好沒內力了 那這個主要是 為什麼要空回的原因 是因為 要練那個 除了 不得技能之外 也要練那個 武學技能 因為你如果 按照他劇情的戰鬥 你絕對不會 你那麼多武學 絕對不夠練 因為最後一定是打 金兵那邊的 就是 最後大家一定都跑去 金兵那邊練的 只是前期的話 還是稍微練一下 比較好 等一下小補金補回來 可是 就是加減補啦 因為 本來狗 你要把它想成 這個 這個可以 是一個超強的 武俠狗的話 那真的太強了 他就是一個 小幫忙的 幫手 那 我要去那個 我要去那個 黑風寨 去拿一點這個 物資回來 然後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咦 他這個加劍法 我記得好像有加 去看一下那個 下面好了 他那個有賣不一樣 我看一下有沒有加 屬性能力的 早點先買一買好了 算了 那個太遠了 我先去那個 回個閃好了 先去那個破廟混 沒有辦法 一開始你要省錢的話 你就只能 跟這個 破廟常駐 破廟就是你家 黑風寨 開始 黑風寨 可以 就是你可以 稍微看一下 可以看到 他身上有掉什麼 這樣 然後用的是西瓜刀法 西瓜 我想要補嗎 那算了 就算你一開始有拿那個夜行 的話應該 破多少都有幫助 傻啊 經驗子大陣 然後 幫你回一下 那連擊其實就是 就是可以 在一次的攻擊內 可以打亮 第二次這樣 但那個因為那個機率 就很低啊 就是看看就好 因為那個要發動 真的很運氣 然後這個就有東西可以拿 哪有辦法努力賺錢 營養,基本上這個營養就是沒有很多 所以能省折省 因為畢竟 因為畢竟如果你天天去住這個客棧的話 大概很快就生物紛紋了 這個沒有,他以為這個骨頭有 他就來到這個重要的點了 他說活得不耐煩 好不好他們上面就有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寶箱等著你啊 那因為這遊戲他內力真的消耗蠻嚴重的 就是 他就是 必須要就是 適當的 適當的 休息 如果你接電的戰鬥你的內力就來不及 恢復這樣 初期有個天賦其實都不錯啦 好像是 有一個特性是 特性是 好像會回5%吧 好像有一個特性,不過他通常都有負面效果 我忘了是,應該是回內吧 是 不知道是 應該是自己回吧 可是我有點忘了 像有一個特性是這樣子 然後但是 初期的話 因為他的等級比較好練 就是 靠這個升潔可以幫你回內力 這樣子 他那個升級的時候會把那個 戰鬥中可以回血回內 也是一種方式 前面是還好,但後面因為會願意難生 所以這招者在前面可以這樣玩 後期就 會比較 後繼無力 他那個小黃狗就是 初期的輔助級 我覺得他應該不是一個 太重要的 戰力 他就是 幫你補血 就是一個 給你 度過初期江湖的好幫手 好 就是他有他的 更壞 就是每個都有他的 優缺點 一次KO 他這個招式就是這樣 你等級越高 他就會把長度給拉出來 一開始可能只有一格 然後兩個 然後越練越高 這個技能就越來越長 他最多的最終是四格的樣子 箱子以上說 那就五百兩了 啊哈 霍妙師兄這個 人不我欺啊 他說發財了 他拿這些錢去襄陽裡 揮霍一番吧 復星鏡 吃血草 我應該是拿不起來 因為他貝力不夠 噢 這個 狗的貝力應該夠吧 我看看 狗的貝力也只有 只有三 我們是同一個階層的 我跟狗都 我比狗多一點 然後我想一想喔 這個再往後的話 這個往後是為了觸發劇情 而先去的 我記得 就是應該還有一場戰鬥 但是 主要的人應該是 因為我記得有一個地方有個篝火 說好大的狗膽啊 說得好啊 真的有一隻狗膽 大黃狗 然後先原地回內吧 打我不怎麼通 他為了有效的發揮這個最大的 這個攻擊的效益的話 就這樣 在一直線上 折馬好像18G 我記得蠻強的吧 而且我記得好像 是1500嗎 這邊就可以隨意揮霍 因為等一下就有一個 就是他那個窩火可以休息了 大概就是把我們幹掉之後 幫你補個血 西瓜刀法 出 他基本上你用 你等級好像越練越高的話 那個 劍法的招式好像也會相對你來說也需要 消耗耐力也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也是 他的 負擔 像我這樣就完全不行了 他越練越高級 所以 我現在光放一招 很快就沒有耐力 就是下狀態去打 但其實 那時候是DEMO版的限制 現在其實你可以找 幫手 就是 一起去打 應該會 更輕鬆 這樣 也是他把這個 路線往後開的話 你記得左邊有一個休息 他這個上去就是打那個蟒蛇吧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他就會看到有殭屍之人 茵茵一起的大蛇 凍蛇 裡面有大蛇 不要進去啊 他說 賺賊算就 算變梗 梗咽去世 他說蛇難道有大蛇嗎 但是我沒有要進去 我只是在撿錢的 我只是路過來撿錢的 這樣 因為基本上 我等一下應該可以 再找一個隊友 鬼面劍客 看來是讓他跑啦 算了 真是要緊 咱們先去江夏吧 趕快躲起來 要過來了 所以他也是高手 沒發現我 好險 莫非這兩個就是追殺這個破廟師兄的江湖高手 然後他這個 他這個 這邊我記得有東西可以拿 暗關雙筆喔 神秘令牌 他說金屋王府令牌 金屋王府是什麼 看起來挺值錢的應該有用吧 先收下 好像只有這個可以拿吧 我記得 那就可以先回去了 看評價產七七喔 有些人的評價是因為他們有裝任的功能吧 評價不準啦 因為他初期的那個太亂了 如果他今天真的產七七的話他現在在線人數就不會保留到現在了 我看還有4000多個 不知道沒有降 通常一開始就留的應該是有一定的 失望 所以馬上就留了 但是過一陣子應該就會補陣回來了 他說有人過來 他說箱子裡面 是木漆柳釘喔 彷彿不是大宋之物 難道金人能在我們的宋境腹地 電影曆嗎 他說鬼面劍客摸的這個花紋 順時一驚 他說這襄陽北邊 北連中原 囊底蕭 像四衝六打 魚龍混雜 我想抓那個湘西匪頭 本舊難事 如今還要提防 金人從中作梗 他說南面江陵 渡口 陸已經瘋死了 北面金兵大營 已經派人暗中監事 咱們趕快去江夏渡口吧 如今只能放手 賭一把 應該是說 這遊戲的設計有點 有點 要看你是哪個年代的人吧 我只能這樣講 看來這 這什麼南面渡口北面營地和這什麼江夏的都將有事要發生了 江夏嘛沒記錯應該是在襄陽城東南方向 就是 他的玩法其實 呃 現在的人應該蠻難接受 就是為什麼要 空幹練招 就是 他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要對著空氣練招 可是有些人大概可以 他可以知道他想要幹嘛 所以他可以接受 類似吧 我覺得一個這個就是一個差距的吧 然後 我現在幾等 我想一下6級 先去拿那個好了 我要先 我先走主線好了 好木頭 他們先後順序是 找到黑風在然後 他要去江夏 應該是去江夏沒錯 如果沒記錯的話 江夏是在 走錯路啊 不要先來這邊 這個也是主要的 就是剛那個 那個 背頭 他說為什麼不開船 他說我家這船被的人包啦 沒辦法做你生意 他說什麼人包的 我出雙倍的錢 他說人家出的是10倍 點點點 有錢了不起啊 這點錢眼開的傢伙 他說馬上開船 不然我打得你滿地找牙 他說黑漢子抓起老船 竟然要準備揮手要打 我想一想喔 冷漠 他說看什麼看 他說這個老骨頭打不得 正好哪裡出氣 那個已經沒了 他說你這黑臉漢子 不講理啊 就是不管你選什麼他一定會跟你打起來 那個大佛已經沒了 但是他 反正就是沒了 那個這當初就知道太作弊了 我就懷疑一定會被移掉了 那選哪個都一樣 都一樣 因為你正義 他其實都沒有加 就是不管你選 哪一個 他都會跟你打起來 而且都沒有加任何的 差別 他就是要打你 不是 我就是要打你這種感覺 他竟然 竟然的話就是站位要 要稍微換一下 我記得他有一個 他有十字 他沒有特別走上來 就還好 我現在打他有點吃力 但是應該已經抓到一個剛好的等級 狗的那個連擊真的是問號 好痛喔 好痛喔 那一道有這麼痛喔 20級滿等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低 因為他有可能 我在懷疑是不是跟中母有關 在懷疑啊 因為他 他這個不知道是不是更 因為他有中母 典聖 典聖 他說什麼人在這個鍍口鬧事喔 官爺就在那邊啦 他說不好 官兵要來了 他說朋友 剛剛誤會一場啦 我得趕緊躲起來啦 求你不要跟官兵告你 拜託啊 因為我要走那個道德職人 糟糕了 所以我一定會告密啦 然後這個黑漢子一直拼命向你 急眼暴犬 他說什麼人在鍍口鬧事的呢 貼密 他就在那邊躲在樹後面 他說好 好你一個大嘴巴 奈蛤蟆 他說我善關難 記住你了 給我等著 站住別跑 他說好熟悉的名字啊 然後他玩江南江下去 我沒有出賣你啊 我只是說你在那邊而已 這邊已經沒了 就是 他就是不給你 那背景這有點大聲 我稍微 調一下 他這有點詬病啦 就是 你調音要回這個標題 要回到這邊 然後 這邊要 從這邊調整 這次沒有掉喔 那我就不知道了 然後你調完之後 再進遊戲 因為遊戲內也沒辦法調 喔 我想一想喔 現在 我等下會先去那個 主線吧 我要去找我的隊友 就是 我的隊友 那我的道德值應該已經0了吧 看一下喔 我的道德值應該是0了吧 還剩2喔 應該可以吧 這狗的道德值有夠高的 不知道到底是 到底在高什麼 可以到20真的很猛 這是有夠高的 然後 我想一下喔 我現在有多少錢 還差一點 我想要買一個東西 我先去 我記得我的武功最多只能練到 可以10級喔 那可以繼續練 這個我們要打算先打 因為我要先去把我的隊友找出來 因為我想要 找到那個隊友 再來開始攻略 所以我先走這個主線 因為他們現在所有人都去江夏 上面 就是那兩個 然後再加剛那個 再來這邊 問號 就是他 他說走路沒長眼啦 就走掉了 超從小技還想要偷我的錢袋 不好 這小賊 小賊沒偷錢袋 他偷我的武功秘笈 有看見那個小賊往哪裡跑嗎 看見了往左邊樹林跑 他說謝了 他說繡花蒸法 正年頭繡花蒸也能傷人 他說女流之輩的功夫啊 終究是差點意思 沒進 快的輕功 他說你點了我的穴道 他說小賊的倒數不錯啊 就是功夫差了一點 他說這穴道一個時程就會結了 你就在這個肌窩裡兩塊兩塊嗎 他說 黑衣女子優雅的從這個子衣術生奪走的武功秘笈 他說謝了朋友 要不是你我還真的找不到這小賊 點點點 開始了 雞群圍攻 我剛有回血嗎 哇塞 他說這小賊 連這個雞都這樣 對 不對你好 他說大意了 他說前幾天偷我這小雞仔烤著吃啊 他們準是記得我 他報復這個 小雞之仇 他說哎呀 沒有行李好嗎 快幫我把這些雞桿走 突立 問他有什麼好處啊 他說你肯救我的江南鬼手做牛做馬都服侍你 他說什麼破名字 看我這個破廟大俠來聽你解尾 破廟大俠 那為什麼不取好一點嗎 為什麼一定要叫破廟大俠 破廟大俠 破廟大俠 那這個雞 這個雞其實 傷害不高但是他段數很高 就是疊加起來是傷害還是蠻強的 但這時候如果你有先把招式練到打4個的話應該會比較好打吧 可以再練一擊 那他應該會站在 這隻應該會來這個位置 大概猜得出來 我看基隆用的東西啊 這個 那個便便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因為他不能看那個道具 他只跟你講說那個東西可以偷 我可以自己攻擊 這就是狗拳 吃我一劍 哇 應該道德應該夠了吧 他說多謝這個破廟大俠 他說你不好人做到底幫我解穴道嗎 他說哪會解什麼穴道 他說要這邊有點古怪 他說仔細一瞧 他發現他這個差了一個隱分 輕輕一把 這解穴手法好厲害啊 他說雕從小技不值得一提啊 他說別廢話 你剛不是說要服侍我嗎 說來聽聽怎麼服侍啊 那我就 這個 按前馬後啊 端茶倒水 你三口 飯吃就行 他這道德要低於5 所以要請成功 他說好啦 那以後往後跟著你 他說 這個人真是缺心眼啦 我先趁著熱飯吃好了 他是不是可以偷東西啊 因為我之前沒有試過 對啊 這個這個人可以偷東西 我都沒記錯啊 然後 他的為什麼他可以學叛逼啊 這個是給他練的是不是 他那個是子力喔 看一下 真的耶 那給他學吧 反正 他的墜落只能修6個 不管啦 就修吧 因為他現在目前好像 對啊 扇也是子力 好就這樣 然後我看他 他也不能穿 喔 因為我為什麼先找他原始 因為這個角色可以偷東西 然後 然後可以開始 可以開始一些攻略了 可以開始進行了 這個 我想一下 好像快升級了 然後 我想一下喔 我打算先去那個 那個什麼 有一個洞去 他的能力是什麼 看一下 奇怪奇門到底誰會超過60 這個洞到底要怎麼打開 因為我記得有一個洞 奇門要60才打得開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地方 我現在先去那個地方一下 因為那邊有個林姿吧 我記得 先去哪 在這個 這個方向 這邊是打那個江陽大道的 那個 點 然後他也是通往另外一個地方的 躲在地 他說水陸價格昂貴喔 金香百姓平日多選擇三斗 平露鼠 他說道內 陰暗狹窄 常有賊口觸摸 據傳聞 今日有降陽打倒 盤踞在此 殺人越獲 但是我記得他這邊會遇到一隻 一個可以買很多東西的 人 是他 還有賣一些不錯的 他說江湖郎中 都曉得行走江湖 懂得一些 致病法子喔 還有一些 收掛來的黑貨 他說如果你需要可以來跟我買 但是他可以解狀態但是很貴 可是他有賣一些 密集 這個的話可以 這是一個新法吧 你可以輕功加持續三回合 但是他其實主要的 修煉 條件要內力400喔 是 這樣有點 我應該會來學這個吧 四伏劍法 那我買了 快沒有招式可以學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好更壞啦 我就現在有什麼就學什麼吧 反正 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沒有想說 因為有些東西你一直不學 你的能力也不會增加 所以不如乾脆就學一學好了 然後先去 我記得好像裡面有個篝火 先走 應該是走2吧 因為他這個也蠻有巧思的 因為他2跟他不是有寫個2嗎跟3跟4啊然後他遇到敵人還真的是2跟3跟4這樣 我記得好像他他這個有 特別的設定 所以我現在走2等下的敵人應該只有兩次 這個應該是可以拿 是 直血草 然後就有人說 水稻流扣來生意了兄弟們上 應該是只有兩隻喔 還是我記錯我是反過來的 竟然找到最 最多的那個 他們有錢可以偷 當然是為了派他來 應該不會一下就把他戳死吧 他的這一招好像是要近距離的 但他血有點少 會不會太早來啦 因為我有點擔心 應該可以吧 我反正他等下也要升級了 拍拖 應該是妙手空空 撤啊 哇 贏2加15 這也太多了吧 這也才15喔 哇怎麼每個都打到我 打的距離好長 好像是打到4個吧 還中毒了 去吧 去吧 應該我要升級了吧 我記得 喔對啊 我記得我有看 這塊升級了沒錯啊 然後再偷 其實我找他來的原因 就只是請他來幫我偷東西而已 反正都要走壞人了 就是走那個道德質地的話 就善加利用他的 這個特性這樣 把這個隊友利用到極致 那狗狗快要倒了 基本上他這個打贏之後 後面就有個勾火 基本上就是可以 他這樣可以偷兩次嗎 看一下 喔他這個就真的是一次性 還如此 小狗感覺快倒了 好站著好了 因為這樣他才可能會一個直線吧 然後敵人的AI好像專門會打那個血少 如果在他的附近裡面吧 他會特別去 規避掉 就是打那個血很少的那一隻 等一下喔 啊已經動了是不是 哇塞 風穴 風穴我記得好像是被封了之後 超一定程度之後啊 他會陷入那個 他會陷入那個不能動的狀態吧 就會跳過一回合 其實還蠻強的 如果你怕被風穴 你在特性一開始選擇地方 其實也可以把他 就是選擇那個 就是選擇 你可以免疫風穴 就是這樣 好像會被打到喔 再補一下好了 然後狗狗如果想要練那個 他那招補血啊 我記得外面那個江湖狼中那個有賣 好像真的有點吃力 哇塞 哇 看來好像 唉唷第一次發動 但是他也命不久已了 就是 就是幫他補血的連擊 這個10%這個大概10下 只有一發會觸發吧 就是 就真的只有 只有 一次 這就很難觸發 不過他們在直線上 應該是可以 我要去了嗎 又發動了 神韻上升啦 就是連擊的強大 其實就是 就是 靠賽啦 簡稱 當你 這個靠賽成功之後 你就很強了 他這邊走要很小心 我記得 你不能踏上去一步 但是如果你好好利用的話 就是不能走上去 不然你會直接打 所以你要就是先來這邊 就是你不管走哪一條路 你就先繞過來 先繞過來 拿東西 然後不要踏到這一個 好像基本上就沒事了 因為現在打他一定很吃力啊 就是 只能說吃力兩次 我可以拿了 但我那個 我的悟性就12加2了 就是練比較快 安安 然後 看一下 應該可以拿了吧 台刀 這個是劍法加8 我記得這個好像是 劍法傷害 這基本上這個應該比較好 為什麼的 因為我現在中毒沒解 這個 這個有一個比較麻煩的是 我記得好像沒解 再試一次好了 那這個會持續一直中 所以你還是得吃那個藥 然後 看哪一個比較豪傑 哇 只能吃這種東西喔 太可怕了 流血內傷 好吧沒辦法了 因為 這遊戲的那個 只要中毒還真的蠻麻煩的 就是各種 這種 痘狀狀態吧 你就得解 不解的話 就會拖到下一場 那這個 往徽走 我覺得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有錢沒有 這邊就有個零支吧 對啦他是老過來的啊 寫4號的是2隻 寫3號是3隻 然後寫2號是4隻 所以我剛一開始 挑那個最麻煩的那一個 就是 他這邊這有 那個 他的敵人的數量是 是 是 是有 有差別的 那中毒很麻煩 狗狗會中毒啊 有差別的 不過還好啦 先這樣沒差 去吧 這個沒偷到耶 這個 有點可惜 你就偷這個吧 偷到一個 餅 嗯 吃餅 我以為他身上都是錢耶 我以為他身上都是錢 沒想到還有 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耶 這個不一樣耶 這個還真的不一樣 先把這隻幹掉好了 到底是哪一隻啊 他現在這隻身上真的沒東西了 帶脫 有 叫我花姬 有啊 你說Twitch還是 還是YT的 Twitch一直有啊 但是那就可有可無吧 反正我沒有特別改就放了 一直以來都有啊 沒有吃過廣告 我沒有改過他的頻率啊 就 就預設了 因為我覺得就沒有特別想改 因為他那個 有那就是他他自己跑的我沒有特別改 這種廣 那個我所在地區的廣告那個 真的 費用太低 所以 我就沒有看的 就隨興吧 也有可能吧 也有可能吧 對啊一進來就會有廣告 所以他應該是看 他可能是看你的 反正就是這個規則我也不知道啊 我知道有些人會常看到 我自己去看別人台 我一直看啊 然後有些人他 他就說他怎麼看都沒有 我也很悶 所以這個就是很奇怪的規則 他這個有個靈芝 喔靈芝 來吃兩口 看誰的台 我要隨便看喔 有可能 如果有裝也許可以擋掉 然後這個可以加那個50 氣血跟內力上限 這個超多的 初期 這真的很重要 攻擊加5 這個是增加能力的喔 真假 這樣偷那個加能力還蠻賺的 64 真的假的 真的耶 喔那這樣就偷真的很重要 可是一開始能偷也只有他 這就是道德 很低的人的好處嗎 就是 很偷 因為他要打的敵人更加強大這樣 所以你不偷強一點的話 你不把自己變強一點的話 就是別人打爆 應該是因為這個 定律的關係 然後看一下喔 喔那這樣前面我要真的要專心砍了 這上有什麼好要不要偷 先不要把他打死 然後這個檔 這遊戲一定要 這遊戲要一直存 真的沒辦法 我平常很討厭一直存的 但是 因為這遊戲 這遊戲 這類似得存 不存真的會有風險 因為一旦 萬一他說大俠琴夏世代 類似像這樣的話 會有宅系啊 因為前面的進度就擺完了 而且他聽說好像我看人家討論區有說 他玩了一整天忘了存檔 就發現那個存檔壞掉了 沒辦法存 他說他灰掉不能存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回事 所以最好還是要存存 沒有兩隻 他真的是 有特別設計過 還有兩個道具 還有密集耶 等他下來一點好了 就我在等你啦 他家有密集耶 不偷怎麼行 他就 去第啦 不過他已經升級 他可以斜偷 不錯喔 贏兩72 喔這個更壯喔 72很多耶 補一下 他通常那個毒只會越疊越高 所以他會越扣越快 這也是很可怕的地方 我先卡位置好了 去吧 然後 偷 他那個是暗器 就是 哇 好像補不到耶 哇賽我應該先偷左邊 他那個是 你要用暗器的話 你身上也要有 一定的東西 結果他好像要死了 完了 先把他幹掉 這下真的尷尬 我在想要怎麼打 沒想到 遇到這個窘境 好啦 先打他好了 他會扣多少滴啊 他會扣多少滴啊 那我先幫他補血 我沒有給他裝那個 他應該不強 喔 連補兩次 這樣補80也夠強 C身是值得的 那我先不打 我要先等他把東西給偷乾淨 沒了 喔這種 屍毒 這應該也是 我比較好奇他那一本秘集是什麼 要吃啊 他阿霧一聲 等一下 因為我要偷啊 他還有一本秘集而已 還可以偷 蛇土姓 剛好升級 他剛好補滿切的 你可以下去了 既然你已經被我偷乾了 欸那一本不知道是什麼 那一本不知道是什麼 下去吧 又倒了 對呀又倒了 又倒了 那一本到底是什麼 蛇蟒的 蛇蟒蛇的攻擊招數速度極快 他是棍杖的 這不能用啊 我這個可以等到10級 因為我的上限是10 然後他升級了 子力是 看 子力是要吃哪個屬性的 我看一下 子力 某些劍長 他好像沒有特別說子力是吃什麼的 有啦 悟性喔 那我 要點悟性 正式版了嗎 算還是搶先體驗吧 那沒有完全正式 就搶先體驗啦 然後這個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 到底誰騎門可以大於60 這個門後面到底是開了什麼東西啊 然後就劇情往後推啦 因為之前demo的版 只有在向陽的地區而已 可以幫他裝個玉佩 我好像可以打那個了吧 我現在 我應該可以打那個 應該是可以打那個 強盜了吧 覺得我應該打得贏了 我突然覺得我信心大增 等一下喔 但是要先把他們毒給解掉 不然 他中毒已經噴成這樣喔 這個盜賊 這個盜賊 聰明忍者 他只是一隻 土黃狗 你想要要求他會什麼東西 他已經 他只是一個土黃狗 我覺得盜賊好像寫1000多以上 這多少喔 試看看好了 因為這一隻 他說 你不該來了 他寫到底多少 他身上還有多少東西喔 這個10級850 我只要挫賽 好了 我來了不該來了啦 喔好弱喔 怎麼會這麼弱喔 站一個直線會不會被他通刺啊 不管了 先偷再說 帶主藏拳 帶主藏拳 卡住他 我的小狗田田 喬 不痛你啦 我這個又在抓癢 好繼續偷 金瘡藥 等一下我自己 絲巾創藥布 哇 太低 喔 好痛 怎麼會這麼痛 欸 啊 點錯了 有沒有剛好升級 Safe 剛好 神拿一筆 天降這個升級 不然走那好像都有問題 不管了 鳥 手 空空一偷 五 五 未跑 泰族 長拳 喔 好痛喔 阿氣啊 等等等等 我剛剛被他打一定爆啦 喔 他金創藥是什麼 剛好可以耶 上來好了 金創藥 他好像說有 背面受敵耶 那我 這樣就背面啦 那好像不能改面相 好吧 算了 是 吐 啊 這是你身上給我的 欸 吃藥也有經驗值耶 那小狗 等一下我要卡位 你知道嗎 卡這嗎 瘋你去 我覺得會死 因為他會打狗吧 說好不打狗的 我的狗又倒了啦 我覺得好像有點吃力 太早來了 但要打贏也是有機會 就是 等一下喔 這邊好了 不行 要打贏的話就要靠升級 不然我這樣應該回不回來 就是剛好被他打殘的時候升級 哇 中傷 不行啦 因為我這個一定要 欸 等一下喔 這一招呢 撐住 撐 可以的 別打 我死定了 他如果用那一招就死了 啊 我可能會一刀自殺死亡 死了 最後一招 最後一招 險勝 百物場的人頭 險勝 我跟他真的只差一招 一招 一招的差距 然後 他這個其實是為了通往下一個道路去的 可是他那邊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他這邊好像 我記得 我想一下 這邊吧 這樣有一個墳墓的樣子 我記得 他說 他說這墳墓上用斜斜的 白武藏之墓 白武藏 他不是剛剛被我殺了嗎 因為剛剛那個盜賊也叫白武藏 怎麼會有他的墳墓 他說 墓碑下有一塊那個木板 木板上有刻字喔 他說 先祖 敬陽白氏喔 避禍亂全家逃至蜀中喔 智曉與家人乞討回生 三歲從軍天生神力 全法永冠 永冠散君喔 南宋京庭戰 朝廷裁軍喔 被迫返鄉 散路兄弟反目喔 軍中多年積蓄被奪 流落至三寶瓶的 腹中饑餓難耐 無奈向路人拔刀 心中 憤怨交雜 半月內坐盡惡人之事啊 然後忽然醒悟 為死一晚 自知無言面對 泉下先祖 現在有一個泉譜 先祖 傳與無常時在商叮囑 蓋半前任幫族 手抄 拳譜啊 聖息之喔 他會對英雄之物啊 斷一子於 拳譜 葬於此處啊 今日白無常已死 狗活於世 僅疑惡鬼兒 拳譜 要不要挖看看啊 但是我忘了 因為你沒有鏟子 要先買 沒有鏟子是挖不了的 那個鏟子是一開始那個 郎中好像我買 我忘了先買 好像也沒錢吧 還得先去拿人頭去換錢 我不會挖土 他只會補血 鬆死的好朋友 先賣個鏟子 可是我錢好像不夠了 我看一下 因為那個要200塊吧 對啊 我現在真的沒錢 所以要先拿那個人頭去換 人頭 他這個人頭才值500塊吧 500塊 打他那個什麼 起肝應該是可以 起肝應該是可以打了吧 我就不等了 就打一打吧 但是我先先領錢 啊 什麼 你說包裹裡的是白武藏的人頭嗎 沒錯就是他 這白武藏 折了我們好幾個衛門的好手 化成會有的認得 看你的笑貌平平卻有這般伸手 真是為我們 襄陽城除害啊 他說這賞金你收好 那就500塊了 然後 然後 這個已經是0了 可是他不是說等級上限是10級 但最後卻到9級又滿了 這不是整個很Bug嗎 我以為 算了 還有浪費那麼多經驗值 生氣 四蘇劍法 換照 我覺得那很怪 我原本以為他是那個上去 所謂的10級是 好吧 然後 這邊可以先打了 就不練了 現在在練他們好像沒有意義 這可以先偷東西 他們有饅頭 先等他們過來好了 一隻一隻打 一隻一隻打 我現在打已經基本上可以打贏了 然後繼續偷 把你的饅頭敲出來 那不是饅頭 那是餅 那是超像的 繼續填 我等一下幫他買那本祕集好了 現在錢夠應該可以 讓那個小狗練一下好了 去吧 升到二隻一 然後再偷 有了 然後小狗 補一下 他這個道具是有限 就是 欸 嗯 就是金錢來源有限 很多道具都得能省則省吧 就是能偷就偷 能賺就賺這樣 哈哈哈 那也是到八級了 他說果然有兩下子啊 這是哪個奇 奇怪的招數打得我 深藤啊 他說這下我有資格參加這個英雄大會了吧 他說這是 蓋幫英雄大會的英雄田 就拿好吧 然後這邊等下他就跑出來可以打他 不過因為我現在沒補滿 所以我打算等下再來 我先去挖那個粉吧 順便買一點東西 就是 就是 路過剛好會有 欸應該有篝火 這走錯了 就是 順便回覆再打他 有效的利用這個來回的行程 好像是有人說這個走路真的太慢了 我也覺得很慢 可是 因為如果知道他想要致敬哪一款遊戲 我大概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要這樣 不過他用這樣的設計要再快應該也很難吧 要他 對啊 你可以啊 方法有很多 就是 埋產 然後這個吧 小田 有些特殊品種動物 可以 可以 拖曳中有鎮定之血的作用 OK 這是給他練的吧 然後 等一下 先把悟性點高 這是唯一可以給他練的 只是 因為太窮了 你有很多東西想買 所以 就看 你怎麼覺得 這個 機器好像可以打 只要你的傷害夠快 因為機器本身血不多 可是他的傷害真的很痛 所以要比速度 我記得啦 因為機器等級不是很高 這個算是 我覺得我現在應該可以戰勝機了 就是 襄陽城裡的一隻神機 偷往這邊 來挖了 挖粉 因為這個挖粉 我覺得也蠻致敬的吧 我不知道他後面還沒有可以挖啦 我知道他這個想要致敬什麼 挖粉 太祖長拳 白無常的斷子 道德-1 零道德 這邊還會附耶 然後左邊就是去另外一個地方 不過這邊劇情還沒推進之前 你不能離開 反正他這邊劇情就跟demo一樣 就是 你沒有走到那個 最後那個分歧點之前 這邊都不准離開 你就是得待在這個地方這樣 就是襄陽區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去 我在想要先打誰啊 先打雞好了 因為我覺得雞比較棘手 對啊 附道德 反正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 兩個路線應該就是一陣一附吧 就是他的那兩個 路線的走向 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還沒有第三分類 他那個太祖長拳就是給拳的練 然後我就不走拳的 所以 所以 他就對我來說就沒有屁用了 就給 等待有緣人 然後這隻雞吧 那隻 最不一樣的 人動一霸 他打亮著你喔 露出了這個親視的眼神 他說是否給他一起 顏色瞧瞧 教訓他 不要看他好像很弱 他超強的 因為他是目前裡面傷害最高的吧 他 他會 他竟然會那個 農富三拳 不要小看這三拳 這三拳超扯的 真的還蠻扯的 不過他血就是比較少啊 所以還好 就我們輪流 輪流哀刀就好了 然後他身上那個到底是什麼 我再偷看看 軟炸無功 炸無功 一隻雞 有可能吧 好像差不多是以那個為分界點 超痛的耶 他應該是沒了吧 我看一下 他已經沒了 看我的 斜角攻擊 咻咻 趕快跑啊 甜甜 雞狗大戰 他另外來打他吧 喔沒有 他會連擊耶 超強的 他這三拳是不是指說最多可以打三次啊 我在懷疑 這個如果你一開始來挑戰他他大概被打爆了 然後拿到這個 怒 怒 怒 雞血 這好像也是加 能力上限的 這個也是加能力的上限的喔 喔 真爽 我來用偷的是對 攻擊加死 怒吃一波 你以為他在自加能力的喔 找錯了 這邊的話應該就剩這個吧 我不知道 我去補個錢好了 因為我記得這個如果打輸的話 就真的結束了 就是 有些可以打輸 但有些不能打輸 然後你打輸的那個就很尷尬 因為輸了就真的重來了 因為輸了就真的重來了 所以小心 小心一點吧 最後一個 這可是 你打贏那個叫化子兩個的時候 他會說 你欺負我的人 他跟你決鬥 剛剛你和我們的丐幫弟子過招 下手也中了點 大庭廣眾之下 竟然不給我丐幫面子 你這麼厲害 敢不敢和我這個丐幫三代長老交手 他是要是你贏的 我把這個綠竹賬給你 要是你輸了就乖 乖乖叫我一聲爺爺 你敢不敢 很強 打就打 誰怕誰 但是我們可以三個人圍我他 但是他也是蠻強的 就是 記得 唉唷 他有叫花姬耶 他11級 然後血也是蠻多的 又有4要偷 又偷到了 真爽 真爽 為什麼都牽打狗啊 你有沒有良心 他應該是為了練他的打狗方法吧 喔 等一下喔 他沒東西了 哇 哇 我要來打你啦 小狗反擊 小狗拳 哎唷了 升級了 你看他這樣升級不知道要補多少 去吧 有了 他 他說 可惡 他說我贏了 什麼綠竹杖 拿來給我瞧瞧吧 他說算你厲害 厲害 這個綠竹杖跟了我10年 給你了吧 他這什麼玩意兒啊 從你身上摸來的 他說你無意間摸到一個秘笈喔 得意而在他眼前換換 小聲一點 小聲 小打總 手腳怎麼不乾淨還我 他說你打開秘笈隨手翻翻喔 黑狗 超當 他說你們該幫怎麼會有這種不入流的功夫這樣 故意大聲 他說小家總不要亂說 我們該幫哪有這種功夫 那是你 是哪裡撿來的吧 他說既然不是你的就歸我了 點點點 點點點 然後點倍率 因為我覺得有些武器不點倍率會拿不起來 定力 我記得狗的定力也很強耶 那也太扯了吧 然後 他那個招式我看一下喔 他這個好像要特殊才 悟性也不能高於 該不會是狗專練的吧 這招 這招該不會是狗可以練的吧 大黃狗 混跡江湖死 臨時的保命技能 專攻敵人下山路 真的是狗練的耶 他不就這一招嗎 所以他的兩招 這兩招就是這樣的由來喔 那他幹嘛拿人家狗的招式啊 好幾天不吃飯 對啊 好啦這邊應該就解完了吧 我若沒遺漏的話 所以差不多 你們想一想喔 現在我知道有兩個很難打的 一個是 一個是黑蛇嘛 黑蛇 不是那個蟒蛇是1500 欸1500吧 那隻那個真的很難打 所以我現在一定打不贏 我要再找一個幫手 就是所以要先過主線 就是 要先走主線 然後我這邊還有漏一些東西 我記得 這邊吧 石頭這邊 反正我只大概 因為DEMO版的我大概一直記得 一個就是 燈養地區 他只給他跑這邊 所以我一直守這邊而已 這邊100塊 然後我想一下喔 還有哪裡 錢真的太窮 那個時候 我記得那個大佛後面 給很多錢吧 所以大家才有錢可以回貨 不然如果按照 沒有大佛後面那個 東西的話 好像錢會不夠吧 他沒有多少 就是對啊 是非你拿去點檔 是非你拿去點檔 你才有錢 不然 基本上 你那個真的是 窮到脫褲子 啊這走過了 那我去那個吧 可以去那個 另外一個 主線了 這邊 妹子 等一下 我在外面存檔好了 因為他那個 戰鬥其實 會翻車 如果你走位不好 會翻車 而且尤其我現在是選 另外一個 限的 看到妹子在那邊發呆 他說看不出來 你們兩個 還有點能耐 他說 雕蟲小技 想要困住我 他說 這位女俠的 秀花真法 這個 著實不簡單 他說 他說你故意拿出這個 影鎮 身上有毒 哎呀 你花馬將這個 秀花真丟入獎中 啊哈 你可真好騙 他說 再下 夜遊 姑 啊夜遊虎 出入貴寶地 他說 我看 幾位都是 此地人節啊 不如上樓喝一杯如何 他說 雨衣三峽之一的夜遊虎 今日中劍他可真倒楣 他說怎麼害怕 他說女流之輩 怕你什麼 那就請吧 他加入了 他這個時候可以自己加入 我記得自己好像不會 應該是因為找了他吧 我記得他之前不等你就直接上去 我怎麼記得他好像不會加入 他是壞 前面不會加入才對 你這樣打蟒蛇有機會嗎 十 十五集耶 那我覺得想要拚看看 我去找他 好了 蟒蛇在那個 黑風在的那個 剛剛有一個人倒在那邊後面 人去挑戰看看應該 用輪流坦 反正 應該有機會 對啦 他寫一千五嘛 然後我們不要輸出太多 應該 基本上應該可以 我覺得我們大概勝率四成吧 大概四成 試看看好了 反正 他在那個蟒蛇的前面那邊 有個存檔點 可以拚看看 我那時候 DEMO版玩的 試玩的時候 我那時候 一開始都這樣 就一隻狗跟著我吧 沒想到可以後面有四個人 現在可以有四個 然後妹子喔 好像是拿刀的吧 所以他可以一開始這個可以給他 不過進攻劍好多 然後 然後 欸這個 喔 攻擊 25 這個誰掉的 我忘了 喔 好強喔 但是我沒辦法穿 肥力不夠 怎麼會這麼的悲劇啊 我看一下能不能點好了 我還在努力中 我還在努力中 那個防禦跟攻擊加真的很多耶 25 已經算是初期算是還蠻頂的 不知道後面還沒有更強的 但是以這個階段來說 那一劍還真的蠻不錯的 但是那個 剛剛那個江湖 大道掉的吧 他應該是死了吧 就是你啊 菩斯取 菩斯取蛇 好大一條蛇 他15級 然後 他也是有那個 那不跟跟著盜賊掉的一模一樣嗎 有我先攻 他好像是直線攻擊吧 所以我們盡量站位 不要站到一個 直線上 太可偷竊啊 然後 然後 武功 哇 我不知道他這個很大耶 大概是十字吧 我看這妹子的刀法真強 漂亮 這一撮 就是 勝算大概加了這個 加了這個 非常多 而且他一開始又打狗 我真的覺得狗真的是 嘲諷到一個極致耶 這是神譚 每個人都 一開始就說先打狗 他只會一個直線的那一招 啊我這個好像站得有點近 等一下喔 再偷 應該是一樣的秘笈吧 對啊 一模一樣 妹子真的蠻強的耶 他這個還那麼容易暴擊 好狗喔 喔還暴擊 又吃了 狗又倒啦 但他已經充分展現了他的這個 這個 坦的 狗坦的實力 他已經盡力了 我聽到他 穩了 他妹子那個 連兩戳就把這個勝率提到超多了 不是 再見啦 這個應該會有蛇膽吧 勝利 他說這舌頭頂身有肉腳 身體陰影發出金光 還真不是什麼煩物 他說這身體裡散發的這個紫光是什麼 蛇膽 我剛還有那個叫花雞是沒吃的啊 蛇膽是內力上限加80喔 真爽 可是應該有中毒吧 其實很怪耶 蛇攻擊架沒中毒 這是我蠻納悶的 嗯 算了 就是很奇怪 然後先存個擋吧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可以去看那個變態的阿婆 可以 因為我上次好像沒看過 我是聽說好像很強 因為那時候我誰沒打贏啊 然後 因為後來我是看那個 人家分享的一些內容 所以大概略知一二 然後這個是一個屋子 見走 然後我看一下有什麼 丙 他說環顧四周 毛 毛屋已經破敗不堪了 似乎是多年無人居住 他說這個屋內 呃好像 屋內成色乾淨整潔 好像有人經常擦四 這樣 喔 收益 什麼 還有東西耶 耶 成 成 什麼新鑽 什麼 不管了 這是 增加暗器 自己吃 把他什麼東西都給主角吃 不管了 都給只 只給主角吃 也許他其實是要適當的分配 沒有可能 我不連暗器我吃個沒用 但是我就是給主角吃 主角為大 因為說不定他最後破罐的時候 又只剩主角一個人了 最後又是一個人要頂全部這樣 這邊叫劍總吧 還真的有劍耶 他說 第一版 第一個石板 他說岩石上差立劍 劍下課的一場字 冰封絕影劍 落罐時 將南前輩所政 憑此劍 恨行北帝數年 是否拔死劍 他說北帝要大於十五 這根本就拔不起來吧 他說第二個石板 已經空無一物了 他說 只為 實絕劍 非我之五 不要也罷 那我要啊 然後 第三個石板上 有一個插著厚重大劍 他說 玄鐵無封劍 由墨北極地天降雲鐵打造 需要極強內力驅動 憑此劍 最終可以領悟 運劍之訣竅 他說 是否拔起此劍 倍率要大於十 那個 好像初期有一隻角色 第二個吧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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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力型的 他應該也許可以拔出這一把 然後第四個 他說近十年來 世間再無敵手 劍術亦多年未有進進 因為我這隻是生法型的 就是 並不是 因為第二個好像是跟少林有關的 他說那個劇情會影響到你拿到的武學 然後第二個那是少林出家的 所以他可能可以拿到少林 佛加絕學 我就想說 跟我的想要的感覺不一樣 為什麼要先存檔 我知道 我只是不想再重檢一次 因為等一下一定會死 我就不打 我就想說 就是 反正都要死了 不如乾脆先來存檔 等一下直接就 毒檔 從這邊出去這樣 因為我就 我聽說這個後面有一條路 走出去 就要打一個超扯的BOSS 所以我就先存檔 來了 後面一個小洞 他說 箭 箭蟲內 草木深深 唯有條小路 蜿蜒向北 清晰可見 沿下路 下至谷底 有一齒洞 洞內 陰風襲來 不禁讓人 背後發警 他說 什麼人速速退出幽谷 點點點 再向前步 小心性命不保 他說你左右看去 並不見有人 是否繼續前進 好前進 他說 治逃苦吃 來了 就是 在DEMO版也出現過 我沒有看過的 一把掌500 因為他好像28級 他是 身送重傷的幽谷老婦 這就是 那個什麼婆吧 男婆是不是 不是 這個怎麼打 我應該打他也沒傷害吧 這怎麼打 先偷看看那本是什麼好了 聚密閃 這基本上一定輸的 其實 沒有一些特殊方法 前期應該很難吧 這是御劍術嗎 這是 這是 仙劍的御劍術嗎 我怎麼覺得好像在 曾經看過的感覺 仙劍術的 還偷失敗 是這隻真的太強了 是 因為主要是等級 其實我比較納悶 是我最多才20級 那這隻28級 到底是怎麼來的 因為他是特殊的人 所以還給他這個福利 這幾乎沒辦法打 就倒了 這個輸了就輸了 一件封喉而死 對阿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反正就是 這隻只是看看 但是好像有人打贏了 不知道好像是靠那個道具 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到底用什麼方法 是那個大佛後面的東西 打贏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聽說好像有人真的打贏了 但是是用一些特殊方法 我是看人家說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 假的 然後這邊 其實就是剛來這邊 只是打蛇而已 加減打 因為這隻這個應該是 你就算要挑戰他 也要後期 他20我也得要20 這樣雙方 他28我至少也要滿級 是疊出血喔 果然這是最後都靠這個方式 不過他現在基本上就是 你反正可以之後再來吧 我再猜 他只是一個 一個 將來的過程而已 連擊喔 這是蠻極端的打法 那現在這個就 應該我這邊應該已經沒了 應該是吧 雖然他沒有特別表明 不過應該 造型應該是 這邊的話 應該是沒了 可以找主線了 然後主線走完就 算是這邊已經可以結束了 就是可以脫離這一區 要跟這個區域說再見 就可以脫離這個demo版本的內容 這邊也在存個檔吧 然後他就 主線就是說要進這個 裡面去那個酒館喝酒嗎 你看這個有劇情嗎 這個在聊天的 所以要上這個二樓 我記得這個裡面好像也沒有東西 他說客觀樓下位置滿了 請上二樓 這邊好像沒有東西可以拿 直接上去吧 他說客觀裡面請隨便做 他說旁邊那兩個北方人打扮應該是金人 位置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如果這個他們兩個沒有加入 我記得好像是 這個妹子是一個人坐下面那一座 他說金人 那個女子口音一定是江南女子 他說漢人金人可是 雲泥之別啊 那男子雖然是北方口音 但 談吐頗為不俗啊 應該是北方釋迦大祖出身的公子吧 他說看這兩人都是漢人 他說我還以為北方來都是金人 他說如今送金休戰 兩國行商往來 這江湖上也是魚龍混雜 他說你初次江湖戰分辨不準 說的是啊 我們這等江湖下座人物 也只能和這個魚翼派的夜雨霞同桌共影 可不是 魚龍混雜嗎 他說你這 誰稍拿我來 稍拿化來激我 他說也不滿你喔 這是魚派來前來的 前來這個地方是為了尋找這個朝廷的遺失的寶物這樣 寶物說這個我可 就不困了 什麼寶物帥婷婷 他說如今我大宋向金國俯首成城 多年上貢登堡無數 那個金國根本不滿足 他無關貪圖我們的錢財 還要掠奪我們大宋的文章典籍 西式武功甚至是正法兵書 他說金國明理暗理是吞噬了我大宋 日益壯大 等到金人哪天將大宋的好東西都學去了 那時我大宋便是坐著 坐吃山空 他說雨衣派效命於朝廷 我自然要防止金國暗地裡 對我大宋動手腳 他說我們雨衣三峽不得已在江湖上走動 自然也需要各位江湖能能益事相助 他說兩位都是此間豪傑 咱們不打不相識 以後江湖走動免不了互相照應 他說 聽你說老半天啊 聽你俠庫左右而言他 說半天也沒說上寶物 是什麼此間豪傑啊 裝帽子還是免的 況且我也不是本地人啊 恕我不幫這個 雨衣派大老爺的忙 他說幫不上無所謂啊 你這個偷賊別來搗亂就好 否則不敢不敢 我哪擋著這個雨衣派的道 他說你的功夫 他說 聖世奇特啊 還不知道何門何派 私從何人 他說我 正在想著如何回答時候 有人快步上樓 來了 他說這聲音格外演說 果然是你啊 他說怎樣 還認識我嗎 他說你 善觀男 是韓世中的韓大的那個部下 等到是率領這個 湘西義軍反抗精靈的這個 鐵殺幫幫主嗎 他說你這個眼神是不是太 太差了一點 可是 他說雨衣派的人怎麼會在這呢 他說 逃難的時候都不知道收斂點 還敢自爆家門 真是匪氣難改 他說童老大猜得沒錯 你果然四九如命啊 在這邊等於是對的 他說上官男這都是我的江湖朋友 失去的話就把這個草廷的寶物交出來 不然就 擾你不死 他說拼你這些人還想要抓我嗎 他說又很快步上樓了 他說雨衣派的同老大 和鬼滅書生 他說好久不見啦 上官男 他說我們雨衣派把這個江陵 大小船 都包下來了 料你就回來江南了 我們一路跟著你 跟著你的一路啊 就為了在這客棧中 縱中作憋 他說你才是憋 然後就是哈哈大笑 上官男集的那個滿頭大汗 想著竟然身陷絕境了 所幸心頭一狠 抛擠桌上的茶 往地上這個 茶壺 往地上重重摔去 然後這個 茶水事件 他說 酒館所有人都看上這個 看向這個上官男 打架啦 那各位聽著 他說我是這個韓大安的部下 現在為鐵砂 鐵砂幫幫主 他說我懷中有重大的東西 不能交給朝廷 他說哪位信得過我 就助我一臂之力吧 果然是他 那個北方監客 說今天是三生有幸 這是同樣的 他說在下王亥鳳 關中人士 初次來宋帝不願以朝廷為敵 只是素文鐵砂幫幫主 常年與江湖兄弟對抗驚人 王某心聲佩服 他說王某不才 願助這個上官兄並之力 他說在下靈音 齊日常聽我俗戶提起 他說上官先生乃是重量義士 他說我也願意幫助上官先生 他說感謝兩位 為難之死得以俠士相助 這是人生一大快事 他說上官很愧是一幫之主 煽動人性功夫果然不簡單 各位意思聽我言 他說上官難 身上之物事關重大 若不幸流落江湖 最終會流入金國人手中 後患無窮 他說俠義武犯境 理之以亂 忍者非所欲 欲之則害 希望各位俠客明白其中生意 不要亂閃假農 他說各位今日若能助我羽衣派捉哪上官難 群迴朝廷的疑似之物 朝廷必然眾有賞這樣 他這邊叫我分齊了 就是看你要幫哪一邊 那我就找那個羽衣派吧 江湖派應該是算道德那一邊吧 我其實不確定 我自己這樣界定 道德低的是在羽衣派這一邊吧 他說如今亂世 我宋人根本不應該處處與朝廷作對 這樣這個寶物這麼重要 終究不能放在這個江湖人的手上 他說今日我將與朝廷 這個羽衣派站在一起 說你 閣下之大義啊 勝過當今如俗世勝多 大義我看就貪圖你們羽衣派的賞賜 正好八個人 這樣你們四個站在一起 那我這個江南鬼手就會江湖兄弟兩肋插刀 他竟然變到 他好像原本就會去幫那邊的樣子 這樣我就不能偷東西了 所以他那個他現在變成在那一邊的話 我之後就不能偷東西了吧 原本以為他可以跟我跟到後面 這邊要等他就是下來啊 因為他這邊為什麼那麼的直就是要等人家下來 那我在他身上的東西不就尷尬了 現在有點尷尬喔 他好像有那個擊退效果的樣子 來了後面再幫他補血 我自己先上啦 應該會變成炮灰吧 反正橫數都是死 不如先賺經驗值 然後這個蘇生奪命連環劍 他還可以連擊耶 這隻真的蠻強的 他竟然退了 他竟然退了 好痛喔 真痛 哇 幹掉一隻 那後面那個會補血 就是最麻煩的一隻 這個真是擋路啊 他最強的其實就是這一個 上面那個 哇一來就打我 我沒有經驗值啊 吸不到經驗值啊 我移島 其實你可以讓你的這個他們去擋 但是 覺得隨性了 應該是這一隻號先趕掉 那他這一隻會一直補血 喔好癢喔 真癢 打你 那應該要回血了吧 喔 喔好痛 喔 感覺這隻好像也要先打 現在變成2比2了 先裝上面好了 他這隻竟然沒有發動攻擊 算了 我還以為他那個是十字的 看來現在有點不好說 他現在才發動 有點太晚了 他這個戰鬥很說不準 就是 還是很吃手的走位 就是如果你走不好的話也有可能 你這邊也會失敗這樣 好了 好了 他說雙方你來我 揪藏白魚 刀難分勝負 王害風向眾人十一個眼色 眾人破窗而出 裝入這個 江邊密林 沒個鐘 他說要不要追啊 不必了 東西已經到手了 他說鬼面蘇生 掏出一個白色的包裹 你想到鬼面蘇生劍法不錯啊 偷個東西 手法還是四劍一流 他說信不信把這東西認到江里 他說這東西可認不得啊 等等這包裹分量不對啊 他拍瞧瞧 他說裡面竟然是一塊土 土上還有字喔 江南鬼手到此也有 不好 月相公的遺物被人掉包了 他說江南鬼手 難道是剛剛那個子一 子一服的書生嗎 他竟然有這種 偷糧 鑽住的本質 我這個偷東西的手法 並不是四劍一流啊 突然想起來 咱們還有一個 咱們江南有個神偷相當自負啊 每次偷完一定會留下巴的字啊 想來就是這個江南鬼手了 現在看起來 這神偷從江南來到這個地方 應該是衝著這個 聖冠南的月相公的遺物而來 我應該要早點發現才是啊 他說阿虎不用自責啊 他說 這個地方四衝八打之地啊 過往的江湖意識甚多啊 他說 在這個地方捉拿江湖賊扣本來就十分困難了 他說可是咱們空手而回 恐怕老祖宗這邊也無法交代 再來這個事情要從長祭了 蘇生剛剛吃飯的時候 那個女子你可認得啊 他說長相已忘 但他一出手就知道是這個 東蘇林豐明的徒弟喔 四書院掌門林彥卿的次女 他說已經這麼大啊 救好蘇生 所以我去這個四書院吧 去四書院 他說此番月相公一物被盜啊 最責不能落在咱們羽翼三峽頭上 他說我們需要尋回這個月相公的遺物 爭取足夠的時間 這空檔就讓日書院頂上吧 誰讓他們燙出了一個愛管前世的女俠啊 他說感謝這個你今日頂力相助啊 他說我們羽翼三峽有幾個初淺的功夫 都是入門前練著玩的 看你的資質不錯啊 不妨就勤家苦練吧 日後如果功夫長盡了也好在這個朝廷立功 他說同老大 紫青龜啊 刷了三本秘笈啊 然後落在你的面前啊 你伸手去抓 險先被秘笈帶到這個蒼狼倒地這樣 這個打轉的秘笈上帶了禁力啊 有根基的江湖人被禁力一帶 馬上就能露出這個師門傳承 你這一疊啊 一看就是沒有明師指導過的江湖新人 就是他們每個人的絕學啊 他說阿虎你的巧成好啊 可以去素查這個鬼手的下落 有任何消息就通知我們 他說放心吧老大 他說今日為朝廷處理啊 他說我羽翼派就不能虧待你啊 他說你便跟著我這個夜遊虎吧 他說你臉深好辦事啊 正好可以助我在暗中追查這個江南鬼手的下落 他說這義不容辭啊 啊對啊可以取自己的名字 他說 你眼珠提溜一轉啊 想著這個羽翼派出手這麼擴大 替他們辦事不知道有沒有什麼錢啊 這樣子 他說夜遊虎和你四目相對 淺淺你笑啊 從懷中掏出一個荷包 輕輕塞在你手中啊 他說這個荷包還帶著淡淡的體像啊 他說今讓人心神一當一千兩 他說這怎麼好意思 他說你多加小心吧 有消息就回這個西湖羽翼山莊吧 他說不擾老大的費心啊 到自己看我這個書 別讓他又惹禍了 他說今天在這個樹林 助我抓那個江南鬼手 還沒感謝你 再多點給你好處吧 救我花針法 救我花針 他說咱們也去尋找這個江南鬼手吧 他說我聽說那個神偷是加星人士 如果這邊找不到 也許可以到江東去碰碰運氣這樣 然後他真的走掉 啊這樣東西是不是 咦 咦 那東西還會在我身上嗎 還在 我還以為他把我幹走了 然後他這邊唯有我最有興趣就是 蘇生奪命連環劍 比朝廷 對啊 好像是吧 躺銀劍法 然後 所以我現在變回三個人 神偷沒辦法加入的話 我先去找神偷好了 然後這個 現在就是 你打完這邊 就上次那個demo版本的後續吧 兩人一狗 對啊 剛剛好 然後之後就是新的內容 新的內容我也不知道後面有什麼了 然後我要去買個東西 那我現在總共有 1300嗎 我想一下喔 他其實應該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個是 一個是 那個 江南大道那邊有一個往那個另外一個方向的 那個可以走 然後另外一個應該是 是 是坐船去江東 可是我在想要 我覺得我那個 失去那個神偷真的有點可惜耶 可以偷東西還真的蠻用的 那我先走那個江東好了 要離開這個鬼地方 然後在離開之前 點檔一下吧 因為我記得我剛有重複偷到一本這個吧 這個才 100兩 好少喔 密集會重複耶 我真的不知道他那個設定到底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那個盜賊將會掉那個 蟒蛇的東西 所以是蠻怪異的 然後 坐船離開啦 他說搭船可以一日可以到江洞喔 費用100要不要搭 蛤 他說 正江古稱金口喔 然後 這什麼準州是不是 古斯 古斯金口 瓜州一水間喔 春風 又綠江南岸的金口 辨識正江 正 什麼叫便是正江 正江江面 方廓 為什麼正江要重複兩次 古稱海門喔 凍石江 江 江心有一事 便是大明定里的金山寺喔 白蛇 船水 曼金山的故事 便在此地怕生 他說聽說那個 將南鬼手偷的朝廷的寶貝 現在是被官府通緝著 朝廷的寶貝 那是什麼好東西啊 據說 將南鬼手是個神頭 但偷朝廷的東西 他應該沒那麼膽 很大的膽子 他說 將南鬼手偷東西的是 怎麼鬧得人盡截止 這樣子還是驚動的官府啊 到底是誰走漏這個消息喔 他說 這上官南丟的東西 應該不敢去報官吧 他說 上官南在林安犯過世喔 也是個通緝犯 他去報官 第一個就抓的是他 他說 上官南也信不過官府 跟他一起的王亥豐林應該也清楚官府 不會站在他這邊 說 知道此事的不過是你我 善官南 王亥豐跟林安這幾個 總不能是 佳南鬼手自己去報的官吧 他說 夜遊虎歪頭看著你 他說我這幾天和你一起 跟那你一起待在一起啊 我在想你說的 難不成是佳南鬼手自己報的官 啊有這麼可能嗎 他說眼下最有可能是就是 最有可能的是啊 但如果佳南鬼手也沒有報官 那這個背後恐怕不是那麼簡單 他說怎麼還是趕快到這個加薪看看情況吧 有一隻貓 不知道為什麼貓這麼多耶 這貓也太多了吧 看一下有什麼好東西啊 有東西可以拿 饅頭 洩漏饅頭 他說那邊作者是浮風莊弟子 是我們江南水班的叛徒 要不是他們倒割到陸派 我們江南水班也不自己賣徒弟 不見我們水班的公子都要護送各大書院 各大院席文練武 真是丟臉死了 可惜 只可惜我們這些下人沒有門路啊 沒有錢將孩子送去這個書院學習 以後只能憑 任憑那些酸乳書生七乳 他說的是這個吧 蜜黑衣女子 他說咱們這次出來什麼秘籍珍寶都沒有找到 真是倒霉透頂了 都不能這樣空著回去 會免不了一頓毒打 抓下來說什麼太湖 補底水閣真的有寶貝嗎 這我聽我婆婆說的 已經很多年了 不知道閣中的寶貝還在不在 但是那個水閣裡面有寶貝 我們第一個拿你開刀 他說 小心閣牆有人 他說蛇不倒 咱們馬上出發吧 為什麼那時候他轉到我的視角 變成叫做主角啊 這也是蠻奇怪的 怎麼突然變成主角了 這邊應該沒有藏任何東西吧 感覺應該是沒有 這邊還有 這是酒吧 我其實沒有在戰鬥中喝過酒 也不知道這個 有 到底好還是不好 那記得會醉吧 如果你沒有那個謙卑不醉的特性的話 會蠻麻煩的 來了 江東地區 他的風格還是這樣 等一下開始慢慢走 這是哪 這有大地圖 他只有大地圖可以說 我這個怎麼都長得一樣 三合院 四合院 一個是三合院 這是四合院 這個是包子是不是 又有一個棋盤 這是要下棋的嗎 有 算豬 這是傻鬼 算豬 他是可以吃的嗎 應該不是吧 他是暗器 我想說什麼鬼 他說 落霞莊地址 什麼人來到我們這個 這個莊有什麼事啊 賣三門 為什麼 拜三門是 是來踢館的意思嗎 這會不會很強啊 試看看 他說哪來的野種這麼不開眼 趕到我們這放肆 看招 他很強嗎 好多喔 可是沒有偷的 可是沒有偷的 我現在來拜三莊 好像 算了 等一下 沒有偷東西 讓我渾身不自在啊 先來先把他們打一打 雖然很簡單 但是 我現在沒有東西偷我 我覺得來打有點 有點不自在 先不提好了 因為我覺得就是有個樂趣就是 可以把人家東西偷來才很有趣啊 這個之後再來 我先直接直衝那個加薪好了 我覺得 因為他都不知道耶 導安應該就沒了吧 因為他這都是做一次性的啊 他就是想走那個規則啊 我先找加薪喔 他應該是一個城鎮嗎 看起來就是這個啦 一定是這一間啦 偷的方法我不知道耶 所以我現在才要找那個神偷回來啊 因為我現在只知道他會偷東西 我只有他那一招可以偷 其他的都 我不知道有沒有 沒有秘籍可以偷 他說加薪古生野道喔 這個 反正他在介紹這個地方啊 他說加薪自古便是江南的良昌喔 十里水鄉 碧雲花海 水道上小街市集散步喔 熱鬧非凡 但今日 客家店鋪大門 緊閉喔 人群不斷湧向市集中央 似乎有大事 鹹肉嗎 這就是他的風格啊 就單純這樣而已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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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省群農 全公里 他怎麼和官兵起衝突啊 他說這群官兵是來抓這個江南鬼手他娘的 江南鬼手他娘 就是那個被那些江湖人圍著的富人 他說 驗你一下那群江湖人士 他說那是嘉興一代有名的江湖好手啊 平日 平日裡隱姓埋名 日底下卻幹著一些大買賣 他說我與他們打過幾次交道 這些人雖出聖市井 卻不思為一群 講情義道義的江湖豪傑 他說那個最前頭的是人稱道龍子 省群農 老年和他的袍地做一些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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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 道洞的買賣 買他的東西都是那些 不願意抛頭露面的名流雅士 那個占卜先生 人稱 神算子 薛半仙 功夫不俗 奧打黑拳 堂與三教九流的高手 約架 比武 自然江湖消息也比別人靈通 黑臉的那個人稱 喬夫當大器 平日裡 只自賣 甘草柴火 其實一身 能練的外駕功夫 乃是十年前少林 高升南下死清船 拿著算盤的人稱 鐵算盤 全公里 嘉興一帶漁獲菜場 全靠他一手操控 外面的東西能不能進入嘉興 得要靠他點頭才行 那個盲眼的人稱 南山影視李白緣 從一隻白緣身上得了一套 古劍法 平日隱居身上鮮掃肉麵 他說 羽衣派和士術院 都曾祭於他的劍法 只不過他的劍招全在行李 人又神出鬼沒 讓人無法奠基 那個姑娘 人稱小花 鬼什麼 沒什麼啊 是靈安 金鳳柔的頭牌 這官顯貴江湖明流 都愛聽他唱曲 而他也能遊走其天全身而退 史屬不一樣 是聖嗎 這幾人都如此厲害 有沒有 一個個身負重傷 他說面對那群也不是普通的官兵 在頭指揮叫石艷章 林安官府之中 唯獨他不把我們羽衣派放在眼裡 是個硬 是塊硬骨頭 一身少林俗家功夫 長髮頗為精湛 平日只是負責林安皇城一代的防務 今日不知道為何會跑來加薪來抓人 出來也巧 這石艷章和黑巧夫張大器 都據說是同一個和尚交出來的暑假弟子 今日近同事 超哥 那個補頭是 林安補頭 斷天翼 劍鋒死舵 溜鬚拍馬之輩 不用理這個貨色 不過為什麼他頭裡中一個劍啊 這是故意的嗎 不過他 他們今日帶來都是負責林安防務的精兵 人多勢眾 縱使這些江湖好手 也終就是雙拳難敵四十腳 野八八 他說你這群江湖魚蝦 竟敢包屁朝廷要犯 趕緊把這個老婦人叫出來 他說一個七老八老的老婦人 是怎麼朝廷要犯 朝廷說他是要犯就是要犯 他說抓一個老太太 派來三百個官兵 官府如此心事動眾 也不怕能笑話 他說 這指揮使心美朗日 歡顏擴面 彷彿 背後彷彿有紅光 散出 恐怕已經入了化境 你好好說話 這個實驗章功夫電到家 咱們幾個江湖毛 打毛不是他的對手 功夫能比我的白元劍法還厲害嗎 對那功夫練到猴年才能 猴年馬月才能出三 實靈實不靈 現在頂不上了 他說不知道 不頂還不乖 乖乖束手就請 還敢在這裡放肆 他說 斷彈不也是 明知道不頂用 來老來 我們金鳳樓放肆 他說放肆 我平時只去飄香苑 他說 尋龍 沒生 你們幾個快逃吧 我跟他們去就是 不行 鬼手是被人栽章的 你路跟官兵去啊 就回不來了 樓不差 哪人 他說 一也由古內心盤上 捉拿上官難奪回 月相 月相公兵法十三章 乃是羽翼派的機密要務啊 自覺不能讓官服橫插一角 說是鬼手他倆被官兵捉了 在順藤摸瓜抓了鬼手 自己在羽翼島主那邊就不好交代了 他說 幫我一把吧 咱們擋住這個官兵 讓這群江湖 男人護著鬼手他倆跑出去啊 打官兵這不妥吧 怕什麼 我們預派什麼時候 把這個官兵放在眼裡了 好吧 你光大聽你的 鬼手之娘不能被 敵方擊退 擊退場上所有敵人 對啊 這蠻瞎的啊 大家多強啊 我好想偷他的東西啊 他身上好像有好東西耶 我看一下 沒有 都是錢 這時候站在前面一定是最衰毛的 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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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一半好了啊 但是 就佔一半 終於散毫 如果還在搶線體驗就是了 白緣劍法加3 他有C級耶 哇 這個也太強了吧 他根本不需要我啊 五月劍法 他不是走錯路了啊 神算 為什麼他有黑狗濤當家二啊 消香18魔 這是打麻將吧 這是打麻將吧 去吧 我覺得根本不需要我啊 他們已經夠強了啊 就是這一招 西瓜刀法 應該是吧 暴靈藏拳加4 不到 可是他這個移動格出5太遠了 鐵蒜盤 鐵蒜銀珠 這距離也太遠了吧 風穴 他這個距離真的還蠻遠的 暴靈藏拳 這個才是狠角色啊 那個要先處理 其他的都是那個 就是小魔 當戰法 或是 喔 攻速 哇 他那個攻守也很強耶 這個就原地休息吧 然後 反正 看我的 好 要賺經驗值啊 暗氣劍 要先幹掉這一個比較麻煩的這一隻 摸摸 這個到底是幹嘛的啊 這是幫他補血吧 呵呵呵 只要先對付他耶 這隻不咋先 這不行耶 欸 這是必敗吧 怎麼可能 怎麼感覺好像 嗯 只有他可以跟他 這個抗衡啊 因為他血真的太多了 他是 我覺得 有點麻煩 主要是打他太癢了 嗯 神算 弓拳 剛好打不動 等一下 這個位置好了 弓拳 還是打不動 哇 他這一招真的太狠了 範圍很寡 那有些人的移動力也太 但是應該是被打到不能動吧 那我過去好了 這是狗狗的招式耶 他也會 為什麼不用暗器招 因為他要扣我的暗器了 我在猜應該是扣我的暗器吧 反正是說 用我的人 用我那一招喔 暗器真的有比較強嗎 援援劍法 去吧 哇 去啦 我倒了 我來活著啊 這真的打著你嗎 欸 好像 哇 這個 哇 他那個 他把我的移動速度打到幾乎沒了耶 超好賽 這怎麼打 完全動不了 是我的這一招吧 狗狗招 你看看喔 你說這個喔 這是近距離的 應該說是這一招吧 暗器 我覺得很爛啊 我記得 我記得暗器沒有練強喔 不強吧 那個6 剛剛那算盤的喔 拿看看 要倒了 算盤的 算盤的 現在還有幾個還撐得住耶 這個 完全動不了啊 我應該來這 暗器喔 銷箱 他 你說算盤的喔 不過已經倒了 算了 是胰島 他應該是吃我的那個道具 都算了 不行 沒打中 可以的 這只能靠這個盲眼劍法 完全真的只能靠他 他沒內力了 他是很強 沒錯 但是他沒有內力之後就跟費大一樣 他也只能頂那一段時間 目前真的只有他最強 你和夜孤有餘 江湖群雄聯手 將指揮使十艷章逼退 官兵們不敢冒進 但卻又將你們眾人團團圍住 眾人無法脫身 群雄身受 動傷又帶著不會武功的老人 官兵步步逼近 你似乎已經到三窮水盡 他說 夜遊孤啊 官府拜安 你們魚黨 鷹犬恨 恨家阻攔 小心我上書朝廷 治你們魚派的罪 他說實驗章 咱們不是頭一天打交道的 朝廷如果會治罪 也不會我們魚派 他說那我大的 無非打我們兩板子 或是打你們兩板子 上頭做做樣子 下面一板子都是咱們 我看咱們就不要廢 廢那些事啊 他說我們魚派要抓這個 江南鬼手 鬼手他娘 近日我不會讓你帶走他的 他說 夜女俠 近日感謝你們魚派 仗義相助 可是鬼手 他娘 我絕對不會讓你帶走的 小生的對這個 沈巡龍說 眼下當我自己應該先擺脫官府 咱們的事後面再說 他說我們已經是 傷勢傷殘的殘 想脫身恐怕是 鬼手之魔 他說 鬼手之魔 懷中掏出一把剪刀 直直四路胸口 呃 死了 大娘 娘 那個人是 那個人就是江南鬼手啊 他說這個江南鬼手 這小賊終於現身了 他說混帳 不是讓你藏得好好的嗎 他說 江南鬼手 氣不成神啊 拜大家一起討 討什麼討啊 他說 江南鬼手啊 點點點 兩位這老人 他說 江南鬼手出現 鬼手之魔已經很死了 如果決斷了 先去追江南鬼手 反正我就是一個冷漠的人 他說 江南鬼手現身了 如果現在他 落在官兵中 恐對漁派不利啊 咱們應該趕快去追 唉 他說 看來今日漁派這趟 混水躺定了 他說 他說 我們魚派鑽躺渾水啊 告死了 他說 江南群雄 九居嘉興 隨便找一個巷子 橋洞一轉 官兵又如何尋得見 你與夜遊湖 追出樹里 只見官兵號號當然向寧安 方向而去 你與夜遊湖 決定也向寧安方向尋找鬼手下落 這個廟是不是 所以他這邊的選擇 該不會其實 幫他安葬之後 會得到什麼東西吧 林安應該是這邊吧 我猜 四谷廟有 有那個 篝火 我想應該是 成燈的 沒有篝火呢 不行這是個破廟 我現在要哪邊可以計數啊 還得花錢了 這邊還沒結束 可以上來看一下 他說沒記錯 那鬼手之母的婆家元姓朱 幾十年前從大理搬到江南 那鬼手之母在嘉興朱了幾十年 也不曾聽說他有個兒子 他說可不得了啊 兒子是神偷 能不倒楣嗎 要我說是祖上無德才招式 死貨這樣 這邊還有東西 死血草 他說這邊有賣東西 因為我不乾淨的東西 又來了 2500耶 他都賣這些 還好 擺善效為先 論心不論姬 論姬寒門無孝子 想要講什麼 這邊 據說江南鬼手 他曾透過東蘇林封眠的畫作 跑到黑市販賣 他說買過人都說 那畫作畫的盡是沒穿衣服的女子 我看那個四書院也是個藏屋納購之地 書名 我看一下我沒有特別看 看一下 因為他是不乾淨的東西 不乾淨的東西 不乾淨的東西 聽道上說 那江南鬼手和 神尋龍全宮裡等七人 是結拜的兄弟 兄妹 他們小時候就在江南一帶 靠著偷雞摸狗為生 全部是什麼震驚的人 正不正經人不正經人 那鬼手可承 偷過你的東西嗎 那我看這江湖結拜的兄弟姐妹 也比不上這些親生的兄弟差 說我有難啊 你能做到人家三分 我變知足了 所以他們是其實老早就認識的 我剛剛是不是應該先存檔的啊 我覺得好像有點危險 他說聽說下個月在太湖幫他舉幫江南水陸大會 他說有什麼好看 每次四書院那幫陸派書生得勝 所以派完全不行啊 說的也是啦 以後江南的事情就有得 就要看這些書生了 所以 水幫跟什麼 蓋幫要靠邊站 他就是說 我將來會去跟你取清 弱 弱破的這個 書生 一個是水一個是鹿 樹樹 哇好貴喔 這是人吃得起的嗎 一次要150耶 我買個秘笈 他有沒有修正檔啊 有沒有修正那個住宿是50塊的 他說你要不要買酒 也太貴了吧 有點不太合理耶 前面秘笈賣的都才200多塊 但住一晚卻要150 沒有搞錯 他說閣下便是寶印大甲 陳遠香 他說他一副懶得泥 可以下戰書耶 這什麼 又可以戰鬥了喔 我覺得眼下沒有一個 免費休息之處 怎樣都算虧 馬上就破產了 看他們現在附近找一個合適的這個 這個勾火處吧 我先看他有沒有修正檔 倒楣喔可惡 我需要修正那個速速費太貴了 泰湖水 那這個是那個 泰湖水路九曲八彎喔 乘船至泰湖邦路口已經深夜喔 夜風沉靜喔 邦內燈火通明 但卻不見一個 聲音喔 你望向 你朝邦內望去喔 但這個泰湖邦門口是個 倒立黑 分外眼收 他說好多水子耶 配著我們半斤米香才加上暈倒 他說阿夏 這明明是土匪的水災 哪是你說什麼江南第一大山莊 那時候我也是聽婆婆說的 60年前這裡曾是江南第一大山莊 怎麼今天變成山賊水災 不過他找的 這個東西在泰湖湖底喔 也許這個寶貝爾在 咱們就趁下趕快去找這個暗道路口吧 但是要是找到寶貝爾就要你命 就等下再來好了 反正我先繼續走主線 因為我想要趕快 我覺得這個繼續尋下去 一定可以找 找回我的 隊友的 然後他們剛剛是說 撤到那個什麼 靈安府吧 靈安 四處走走自然有挖 應該是這個 這個很像是靈安 這次 不對 我剛剛是走哪一條啊 這個嗎 這個才是吧 紹興八年 宋寺南前 定都靈安府 至今過去十幾年了 北人湧入 不僅為南方帶來大量人口 也 將北方的面食甜品帶入南方 南北融合 商旅防盛 街坊四級 這個 昼夜不喜喔 完全看不出這個是一個 背負著巨額睡飲的都市 應該就這了 欸 西夏三鬼 紫虛龍丸 然後三千 他說贊助啊 官差打壓你們啊 他說 夜遊虎 手中 配刀玄的玄 亮出了 白玉柔柯的低頭掉 喔 是愚派啊 他說 小人有點不是泰山 冒犯兩位啊 實屬最近被西夏三鬼 撕斯鬧的頭疼啊 他說 可是大金國 金屋王府的手下那幾個啊 沒錯 就是他們啊 這西夏的和金人聯手吧 西夏三鬼趕到我們 他們大宋來啊 他說竟然就是把流寇 囚犯趕到南邊啊 真是 王我大宋自信不死啊 據說江南 這是 這是 這個是 西夏三鬼的老大 名叫 子虛龍王 龍王原本是江南人士 功夫了得 他說 小的不是他們的對手 那邊有告示啊 你自己看就好了 存個檔 其實我覺得他如果大地圖 可以做存檔 為什麼 城鎮不能存 竟然都要做了 唉唷 這個一道特殊的料理 內力加200 可以加到200都很強 感覺有藏手秘密東西 又是貓耶 他真的很喜歡貓 每個 每個地方都可以看到貓的動物 他說自古聽說江湖上被仇殺而死 有為情而死 但從來沒有聽過有人跳崖而死 他想要表示什麼 劇情 江南之士 無所不知啊 林安 包狗兒 雲人找物 江湖密文 縮文 野字 風水補掛 找我包狗兒 就對了 好 好 哎呀 夜女下 什麼風把你吹來了 向你打聽幾個人 幾個 是一個還是兩個 是六個 看來我不是第一個來問的人 實不相瞞 靜神的兄妹六人 逃散 林安西南的 飛來風 西南 如今已經被四書院圍住 怕是熬不過今晚了 他說那四書院不知道安什麼心 他們故意將官兵移到別處 是在 自己帶人去圍那個六格的 我狗也猜不出他們其中的玄妙 他說你也知道四書院長門女婿 女婿 顧禁堂 蛇蟹心腸 心狠手辣 如果不把消息告訴他 怕是我小命不保 所以就好 他說把消息告訴他們 你的小命也難保 這幾天回家BB封頭 沒事別出來 這個江南果然有大事要發生了 感謝女俠救我狗命 他說我們馬上去尼安城的飛來風吧 正想這邊再探索一番 但是 我先去追人好了 這邊我就當作看看就好 他說不好意思客觀今天盤點 改日再來 150怎麼那麼貴 他講出我的心聲了 150怎麼那麼貴啊 他說我可是 我們這可是 為什麼是我說 這個 這個對話是不是錯了 這應該是小二說的吧 怎麼會是我說 他說我們這可是金鳳樓 原來都要300文起的 那是不是 那對話是不是有問題啊 怎麼又怪怪的 再看第二次喔 客觀住數碼找150喔 150怎麼那麼貴啊 好像一樣 啊算了 好住了住了 這是爛幣啊 生氣啊 怎麼爛電啊下次不來啊 先去追人 因為那一定有戰鬥啊 因為那一定有戰鬥啊 他說西南方嘛 順著路走 那一定是 這個方向 啊這個這個 我覺得 就這了 一路追過來 來 林安西南風有一風啊 名為飛來風啊 風潛有一亭啊 亭兒 亭兒提著 翠為亭喔 三個大字 飛來風三四不高 但溝間俏壁啊 騎實力 靈力啊 吸引大批江南人士來到此風賞識 這日你來到了風底喔 便聽到了風上兵器 鏘鏘鏘相擊 之聲響策三鼓 唉來了 我的150 屁係 算了 哼哼 沒關係 不打 不畫不相識 至少我知道這邊有 他說 瓶子裡有一個精緻的鎖俏 不知道鎖下來有什麼寶貝啊 看這個鎖編好像有字啊 東看山林消書靜 昆來地論花農 少年衰老與山童 世間真名利啊 不貴於貧窮 他說 龍貴妃 鋼長生藥 清閒事不死門縫 我勸君 日取主人公啊 單方只一位啊 近在不眼中 葉女俠知道這首詩嗎 我沒猜錯應該是三觀人的老師 韓市中韓大人 晚年做的一個小詩啊 我曾經和羽衣老祖在江邊 聽過他唸過一次啊 看來這個鎖下的東西 應該和韓市中韓大人有關 不如打開瞧瞧 他說你輕輕拉了鐵鎖 只聽到鎖下咔咔的傳來一陣聲響 彷彿是機關鎖 哇塞 這太扯了 開不起來啊 一個比一個扯 之前60就算了 這個他120 來了嗎 決戰之地 他說幾位打了一整天 你們傷的傷 慘的慘啊 天色不早不來喝杯熱酒 暖暖腎子吧 他說李白元戰力不穩 他說顧靜堂 你被我傷了這個腳腳踝啊 無法施展輕功 我們守住這裡 你能幫我們怎麼樣 他說我只是傷了腳踝 養個屍臣就好 你被我刺了三件 恐怕是活過今晚了 又說 再說我又何必過去呢 只要等幾個屍臣 每個都會流血之死 現在江湖中人 以為江南龜首得什麼寶貝想要飛跟 你們今日跟我們士術院走也許還能活命 若到其他江湖達翠手中 定會生不如死 他說別做夢了 你可看到那個 一個石碑的字嗎 他說我們兄妹七人 當年就在這邊結拜了 今日我們登上封頂了 便沒有想過要活著下山 說你執意相逼 我們便只能跳下癌去啊 到時候畫作一堆白骨 看你找誰問去 點點點 不好 那幾人身受重傷 又來到當年結拜之處 真是有復死之心啊 他說我等一下想辦法勸一下他們 他說你看這邊 他這邊選來不寬喔 咱們四個輕功應該可以過去 好的 好先後退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他們說七個人 這不能後退啊 他們說七個人但是 為什麼老四弟七個人永遠都不會出來 他到底躲在哪裡啊 我真的跳得過去嗎 他說好高啊 別怕有我在 夜孤狐朝著你的腋下 下集全屑輕輕一點啊 你登高 你登屎跳起老高 只見他運起輕功 騰空而過 順勢抓住你半空中 張牙霧抓著你喔 你兩個呢 仿佛 呃 仿佛逢虛欲風啊 踩著深谷的博物 緩緩的飄到對岸上 那一天獨領 這應該是暗器吧 江南不入流武學 他不入流還可以三星喔 太強了吧 沈大哥 彥女俠 不好 是漁衣派的 他說 彥女俠 你們漁衣派怎麼來了 他說我們漁衣派 但是為了朝廷抓拿犯人 倒是你們四宿院怎麼會在這裡 他說我們四宿院和這幾個有點私人院 準備說他們回去審問 他說莫非唐主 故唐主想要從朝廷裡 朝廷手中讀了 他說不敢 但你們只有兩個人 恐怕沒辦法面對這麼多人 不如讓我們四宿院幫你們 他說不必了 你們四宿院幫的已經夠多了 他說哪的話 都是為了朝廷分擾 不知道故唐主說的是哪個朝廷 他說夜女俠 借一步說話 他說夜女俠 這邊風大 對面聽不見 聽不見我們說的話 他說沈大哥 這有漁衣派的金窗藥 你快給弟兄服了吧 他說不必麻煩了 我們身負重傷 再好的要都是浪費 請夜女俠 過來想交代一下後世 後世神大哥 恃不至辭 他說江南武林 群雄伶俐 風雲莫測 我幾個下等人 人物捲 在這些室中只有死路一條 他說我們兄弟幾個本 想在江南鬧上鬧 到那個鬼手兄弟躲上了幾年 只可惜 祭祭祀 才幾日 就被這些惡人 逼到這個田地 臨死之前 只求若有一天 我的兄弟 落入你們 羽衣派手中 也能 看在我們幾個 神的面子上 救他們一命 救他一命 他說實不相瞞 鬼手兄弟偷的東西 非同小可 恐怕我夜姑虎也難以救他 他說我兄弟招人設計 若你有機會 聽他解釋 騙支持 是一定有人在背後 這個推波助瀾 他說這江南武林 多的是虛偽狡詐 枉稱狹義自備 要說行事詭矩 重情重義 江南市井 人手推羽衣派的夜姑娘 他說這江南要說 還有誰可以救我們兄弟的 恐怕只有你夜有虎 他說人手夜有虎 不過是朝廷的走狗 沒想到江湖上 還有能看得上我的朋友 他說沈大哥你說吧 如果我幫得上你 我絕不再推遲 他說我們兄妹 就等你這句話 這裡有半塊餅子 半塊餅子 他說你見到我 鬼手兄弟給他一看 他便明白 他說 沈巡龍不再等他搭話 一聲令下 江南群雄六人 立刻拉開架式 兵刃 移出對準的夜有虎 故意高聲大賀 夜有虎 任你花音巧語 我等也不會受你弄騙 他說 少廢話 視為記少林長拳吧 他就是 他是來讓我練等的嗎 可是他們都很強 這次要怎麼打 他們風穴是不能動的 但是如果你們要 要倒的時候記得把我 你密集先給我 我好像是不是來錯地方了 空穴是不能動 但我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好像 好像基本上 他們如果不解的話 應該是 應該就是 劇情殺吧 另外一種說法 這太扯了吧 我第一次看到三連擊 因為風穴真的是幾乎就死了啦 所以男婆的有一招就是 一定會被風穴 記得好像 他放 如果被他 撞到之後就 瘋死了 對啊 領便當 五刀時間 他其實就是走了一個金翁藏血的一個老派照 那個套路啊 就是 反正我只是 只是一個 派到啊 就是 因為金翁的寫法就是 故事一定走悲情向 大部分啊 其實也不是只有金翁 大部分都會走悲情向 他現在就是做一個開端 就是 C個人結義 然後 一個被陷害 六個人死這樣 就是一個套路 不是 呃 不是 他說 沈尋龍兄妹群起而攻 夜遊鬍子輕回掌 那 沈尋龍順勢倒退速步 轉下跳下生涯 其他兄妹見狀高聲狂叫 隨著 沈尋龍 也躍聲而下 頓時 烏豪聲響策山谷啊 驚奇而數之老 老 老 鴨嗎 面對故禁堂要 牙竊齒 忠勢無忌可思啊 率弟子退下山峰 你與 夜遊鬍 待 待立在 封頂一夜 終也下山而去 他說 夜遊鬍低頭不語 他說夜雨下課 還掛記者風喪之事啊 他說 沈尋龍兄妹 為救兄弟 是 又兄弟一心赴死啊 為武力回天 現在不是傷心的事啊 在想他們臨終前說過 他們應該 從江南鬼手那聽到什麼 他說 細想最近發生的事啊 魚派秘密抓捕 善觀難 江南鬼手意外出現在江南下 而一場衝突之後 鬼手偷悟 已是變在江南人 人靜皆知啊 這背後是不是有人在推波住啊 又怎麼會傳得如此之快 在獅術院 故 靜堂也 也在苦尋江南鬼手 此事恐怕還沒到壞的地步 喔怎麼講 這時候你以後自然知道 如今我們已經身在局中 只不知道這個 布局之人又是何人 恐怕得趕快找到江南鬼手問個清楚 他都不知道去哪裡找他啊 聽聞這個沈尋龍話中之意 是鬼手能躲在江南 對了鬼手之母葬在何處啊 他說在嘉興城西北的王宮廟 他說那我們去看看 等這個王宮廟 去王宮廟等這個江南鬼手這樣 還要選對 剛剛如果他們跳下去的時候 我一定會說 啊我的秘笈在哪裡這樣子 你要跳下去之前 秘笈先留給我這樣 他沒有這個選項啊 不然我覺得現在蠻惡搞的 我覺得就 就是 就是 走一個惡搞風也不錯 你的秘笈先留給我啊 呵呵 結果這邊也沒什麼戰鬥啊 等一下那不對 通常這個要往回走 因為剛剛我是走右半邊啊 所以這時候要走左半邊 對不對 在想應該還有什麼東西吧 什麼 這個風作這麼大 然後 然後什麼都沒有 好 天啊 那剛剛我幹嘛還補啊 我真的是覺得還蠻虧的 氣死了 等那個找到鬼手之後 才開始探險吧 探險之旅才是正式開始 然後現在要去這個 那個什麼 王宮廟吧 應該是一開始我想說 那個破廟可以去的那個地方吧 這個有個石頭 在猜應該就是剛剛那個地方 他現在負面很誇張嗎 我早上開 不是下午開之後 我就沒有再去看那個評論了 這麼誇張嗎 這麼誇張嗎 真的好扯喔 可是那還那麼多人玩幹嘛 我看一下喔 30% 有打字的只有三個 可是為什麼還有4000多個 所以是被洗版的是不是啊 看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有些玩一個小時就不玩了 我覺得還好吧 就看你用什麼心態 我覺得你這樣有 如果沒有玩過demo版的 比較沒辦法接受 但是如果你有玩過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是建立在已經 知道他是要做什麼 跟怎麼樣的 應該是可以 接受的形態才玩 所以我覺得應該有兩種的 當然有些人是真的不喜歡 那就真的不喜歡了 我是覺得還好啦 對我來說 沒有太... 這種風格我可以接受 然後 就玩吧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再噴下去的話 應該已經快要沒有遊戲 沒有武俠遊戲可以玩 這還好啊 我覺得 然後 我想一下喔 沒有吧 你是用網頁看是不是 欸 我這邊怎麼有東西沒拿 金頭 9月喔 對啊 21吧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吧 還很久 這個月還... 但有時候一眼晃過去就到了 應該說是這吧 這是西北別走這邊啊 感覺等一下一定才是戰鬥 剛剛前面那根本不算 不然 是誰 他就說 善官男我有魚派放你嗎 你不回這個湘西躲折 還敢來江南啊 說怎麼了 真想讓我們魚派 胡底大佬住個幾年 他說少廢話 我不是找你 我是在找江南鬼手 我知道他是嘉興人士 他娘又葬在此地喔 這個啦 這個 一定會前來祭拜 他說沒看起來 你還真是初中有戲啊 我聽道上兄弟說 江南鬼手在嘉興現身 那兄弟 姐姐 應該是姐妹吧 為了救她 這個 醉牙而死喔 蛤啦蛤啦 老鼠唧唧叫聲 他說 夜猶姑 單子放在 放在唇邊 私益代表出身喔 相關男完全沒有理會 繼續逼文 什麼老鼠緊張就成這樣 是不是做賊情緒啊 當無中人都 都到是 羽衣派夜女俠 將 等 尋 尋 美 六人足以打下的山牙 發拉一聲 江南鬼手 他說 夜猶虎你這個毒腹 他說好小子一關躲著啊 他說 聖關男你想要我東西的話 就先殺 跟我殺這個毒腹啊 鬼手你聽話解釋啊 誰要聽你話一點巧語 怎麼不能參加 脫離穴 他是又變強啦 我總覺得好像打他不怎麼樣 就很癢 然後他好像又更強了 好痛喔 好痛喔 感覺妹子要補一下 補兩下 看我怎麼可以吃的 等一下要補也不要佔這個鳥位子 我想一下 不管鑽打他 他這招超痛的 他這招超痛的 管他了 先上再說 這樣沒打死喔 挫賽完了 這一發沒打死 下一發就被瞄 好像不一定喔 我先攻 升級 升級 哇 這個還有什麼可以補的 因為他基本上傷害是100 這邊其實他給的東西要補回來 根本不可能 然後如果以他的血量 那只能拚看看啦 去吧 去吧 啊 死了 直接開在他那個彈道上 我跟他對打的話 我輸的層面應該很廣 可是 那我傷害完全打他不痛 這個呢 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 剛才不練不行了 如果狗 如果狗能參加的話 我還有機會 但是 他現在是二對二的情況下 我這邊大概 輸的 贏了 這個面很大 倒了 所以這應該是必贏 不行 對啊不行 這邊這樣不能帶狗 我覺得是很奇怪的劇情 所以要練了喔 我想一下喔 既然要練的話 等一下喔 為什麼他東西 因為他剛離隊把我的東西都脫掉了 難怪我覺得怪怪的 等一下喔 雖然好像影響不大 但是他武功全部我看一下喔 對阿 他這個也要再重練 流血 他真的是100%流血耶 這招真的有那麼強喔 再試一次 如果不行的話我就回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 去練等阿 回到一個很 很麻煩的地方 去打金兵練等 這邊的重點應該是要先幹掉他 我覺得 然後 但是如果以位子來講 他一個十字打我就被打了 對阿 位子好像不管怎麼抖都會中 所以他的棍真的非常長 算了 直接 直戳好了 等一下我想一下 直戳好了 這個順序又變了 他這樣偷我東西 有沒有天理 我想一下應該是站這 然後 他是砍一個 好可以 他站一個直線 對齁 我還用那個流血 忘了用 開這啦 用那個刀了 他真的也在偷我東西耶 分金錯鼓掃 好痛喔 這死流血 但是這個好像也不夠強 哇賽 先補 他好像一直在偷我東西 可是敵人偷東西好像沒有效耶 可是敵人偷東西好像沒有效耶 是我的錯覺 20好像 這鐵砂掌還夠痛的 有了有了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包子可以吃的 還有什麼包子可以吃的 最強就這一個啦 他60啦 這個可以這個可以 可以再頂一下 應該是關鍵局了 看是能不能先流死他 應該下去了吧 他這一張 這一張 驚為天人 直接這樣戳好了 哇 流血真的很強耶 因為流血吃的是狀態劑啊 應該是百分比的概念 有沒有 結果我是犧牲打 他說你與這個夜遊虎聯手制服的二人 夜遊虎連手制服的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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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得退後不敢造次 他說 夜遊虎單手持刀 用嘴釋開包裹 向上一炮飛出一個本測子 夜遊虎接過測子 看了一眼三觀哪 你可看過虎測中內 不成 相當歸首等一笑 他說 夜遊虎打開測子 只見測子上面明明白白八個大隻 相當歸首到此也 相當歸首到這時候還在玩這個把戲喔 信不信我 在你娘粉錢打死你 他說 上官人這就是你從你身上脫來的東西 就是這個破東西害死我娘又害死我兄弟 兄弟姐妹被打下山來 他說鬼手意思用栽贓陷害你 那我也還要告訴你 他說你哥哥 姐姐為了保住你的活命 自己從風上跳起來 這是你大哥跳來前親手丟給我的 你大哥臨死之前將你托付給我 我算不明仔這半塊餅有什麼意義啊 但他說拿給你看 你就明白這樣 他說我大哥親手給你的 這餅破 破爛發霉 若不是他親手給我 我怎麼會留下這個不情人的東西 他說當年 哥哥姐姐六人在江南四處祈討為生喔 一日他們祈討到我們家面前 我正吃了這個餅喔 我看他們衣衫破爛 渡 渡中姑姑指教 便將餅給他們 分給他們 他說大哥只掰了半塊 六人分著吃 還有半塊他 懷在 這個 關在懷 這個懷中 大哥說當年 惡的發瘋 殺人的心都有了 若不是這個餅 不是兄妹會變成這樣的惡的 他說此後我娘 常帶著我 我 給哥哥姐姐縫衣送飯 他雖說有 都有一口飯吃 但 若有人生病吃藥用錢 就不得不上街頭強 之後我們長大 欺人在飛來風上 自卑上寫字 對著這個半個餅結拜 他說如今我娘哥哥姐姐都死了 他說我大家都說此事的背後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你的陰謀 我們幾個人丟了性命不打緊 切莫不可誤了 國家大事 他要我無論如何也要找一個大人物 將此事說明 既然他將餅交給你 我便聽大哥的話 將事情告訴你 他說你在旁稍後 聽我細細講來 他說兩個 月前 到江南踩點 在湖中見到一個 破爛巫棚船 但只 但見四個人 坐在船上 他說我隱約見那個四人儀態不同 但坐著船卻極為簡陋 感覺是有蹊蹺 默過去偷聽他們說什麼 跑到了船側等好久 那四人也不言不語 正想走時 只聽到一個 人生 開口說話 他們說江西匪頭 上官南 從王府投了一個 獲得一個珍寶 那個珍寶乃是 南江進貢給聖上的 被王府是留下來的 他說 他說 職寶極為罕見 但 畢竟是失常 不能通知官府 只能 密密抓捕 這樣 我想既然是王府 張物 不如有我江南鬼手的 得手 那王府 定然不敢伸張 便試下去 尋江西匪頭上官南 他說 他說可是這個林安官府都找不到我 你又怎麼找得到 他說我三哥 神算 絕半仙 江湖人脈 賣幾管 官府找不到的人 他卻 一個 一個 准 他說我從 正江碼頭就開始跟著你 後面的事 你就知道 他有點不明白 我知道上官南手中還有一個包裹 鬼滅蘇生也偷的一個包裹 先 先起有味神偷 每每偷了 便會留下自己的大名 我也是有樣學樣 所以我原本做一個假包裹 放在 放了一個 不是一個圖 分量應該和上官南的身上的車子差不多 當時江下酒館 見到 上官南 那刻 便偷糧換柱 他說我的假包裹和上官南的真包裹調換 你們打起來之後我想大功告成 準備車的時候 那鬼滅蘇生卻 不經意的把我準備 的假包裹給摸走了 一來上官南發現 你的包裹馬上就要腦 二來我貪圖神偷的美名 總想著若讓上官南知道是我偷的 所以靈機一動 便抄起 油管二樓窗外瓦片 又寫了八個大字 隨便 包了一個包裹 塞回這個上官南胸中 他說 上官南摸了摸胸口 不敢相信這麼多人在 摸來摸去 自己卻魂人不知 他說我得手後便躲進江邊 密林中 想這隻寶貝到底是什麼 打開來看 一打開禁得我 冷汗之流 他說 這冊子中竟然寫著我的江南鬼手的大名 定是我太過招搖 被人栽贓 但各位 自經人 以為 東西在我身上 恐怕咱們都在局中 一起被人家算計了 點點點 他說我現在 腦子亂了 想不明白 他說死事太過稀巧了 讓我想一下 他說這些日子 都躲在玩宮廟嗎 他說原本躲在別處 不斷聽 聽人說有人把他站在這 我便要求大哥在這裡挖了密室 我想陪著我娘 他說你大哥會挖密室 他說我大哥人稱道洞子 挖坑 田洞極快 他見了密室 還有氣孔下水 一般人在裡面都可以住很久 害不得你的哥哥姐姐們 一心腹死 原來是可以安排這樣的長生處 他說一時裁迷心俏 降了這麼多事 真不如一頭撞死 怎麼回答他 機制 只是一點重重 我們幾個人全在局中 而你又是解開這個關鍵謎的關鍵 謎團的關鍵能物 尼哥姐姐為此而死 你為他們也要想盡辦法查後幕後主使 不能讓他們死的不靈不白 這事啊 若是二哥 全功底還活著 定會 這班敲打我的 剛剛按 他架了什麼 挖賽 嗯 算了 不知道是誰給我娘修好分 不是很清楚嗎 鬼大娘在此安息 誰的娘姓鬼啊 雙男鬼手說完 偷偷抹去了這個 眼角的 淚水 他說羽衣老祖讓我們三個秘密行動 不要帶上水蟲 難道就是為了方便 讓鬼手輕易得手 然後 他就是傳散了四人中的一個 為什麼現在反映 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是要進屋嗎 他怎麼會堵在那 所以我是要進屋嗎 喔這邊好像有東西喔 他說鐵槍有稍微破神 但 槍身 通 鐵油 金鐵打造 稍微磨一下應該有用 倍率要大一時 呵呵 沒有半個是倍率超過10啦 不好說 他這邊真的有密室 先拿密集 常泰是有娘親的2、3、4 我靠 是喔 我 玩太快了 原娘 杯 仙金 怎麼那麼難唸 這是幹嘛的 偷盜手法 我不能學 雖然盜得可以 但是 這應該也是偷的吧 好想學喔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啊 喔我的 啊 完了 喔不是 偷盜之人 斷面 狐皮 狐皮什麼 喔這個 喔 倒數加10 就算加了還是不行啊 可是這是道德 不高等專用 太適合我啦 這個是輕功加20喔 這個比較好 這樣裝的還是不夠 你想要還有專門道德 不高等船 太完美了 也許其他本還有加 可是我感覺這是最初本的吧 因為要看他的心機 二星 我還得找到一星的才有用 不然就是 我知道有些書還有加 就是 買用買的 250 那個 可以加2 所以 如果 我還要再吃3本 我要吃3本加偷竊的 我才能學這樣 只是那個是心晶耶 好像不是偷的招式 他是一個buff 沒東西了 所以他現在是要去外面跟他聊天嗎 這邊好像還有東西 這邊還有耶 我剛剛是點到哪裡 這邊 這邊好像還有 這個藏很深喔 如果在他面前把那個墳墓挖出來他是不是冒走啊 他就問你說要不要使用鏟子 他就馬上打你這樣 這是不是可以過去啊 不行了 他已經極限了 我現在是擔心下面那個是要幹嘛要打起來是不是 是不是 關南自言自語 老是韓式中一直說我不靠譜 又怎會把真的月向弓兵法放在我身上 弄個假的給我 這倒是說得通 點點點 難道當時船上的四人中有一個便是我老師嗎 不對不對 縱使將難鬼手是 誰偷啊 我老師也不會 做這麼 低等 栽贓架 或者是 也許韓彈當時就在船上 說他怎麼講 因為當時從你身上摸來的車子當中 還夾著一張紙條 當然鬼手 攤開紙 上面寫了幾個大字 若想搏命 切勿再回到江南 切姬切姬 難道什麼前輩高人暗中提醒你 像我老師的韓式中韓大人會做的事 但這字姬 這字姬不是他的 這字姬清秀飄移 再來是出自明家之手 那時候招新寺書院 常有江南各大明家的手書 如果到寺書院去查照對照的話 應該能查出是誰的字姬 到這寺書院 咱們應該馬上騎乘 為何 那時在江夏酒館 寺書院掌門之女 之女 林嶺林女俠 對你 仗義相助 使他也捲入 這個 此事之中 我們 羽翼派 同老大 鬼面書生 已經帶了 那一人馬前去 寺書院 捉人了 若你是林女俠的朋友 勸你趕快動身吧 小心物的時辰 他說不對啊 眼下都是知道 江南鬼手偷的東西是假的 你們 羽翼派還要去抓你妹子幹嘛 一言兩句也說不清楚啊 總之你幫我看住林嶺就行了 到時候被他讓他露面 他說 你們羽翼派真是麻煩啊 他說得趕快到 四宿院才行 這東西竟然不在江南鬼手身上了 我也不再為難了 以後咱們就 井水不犯河水吧 我媽到四宿院 免不了一場惡戰啊 他說 近日對夜女俠 還有一點棺木相看 下一回交手 我三棺人可 可以小小的手下留情 他說不必了 有力氣儘管死吧 我怕江湖中人說我七零弱小 他說我可不是小啊 山水有相逢啊 告死 他說鬼鬼手啊 你大哥讓我保護你 就先跟著我吧 只是你以後不要在這副打扮 現身江湖 他說我們羽翼派行走江湖容易 翼龍幻象 我給你專辦一下吧 包准旁人認不出你 那你的哥哥姐姐全下有字也 該放心 點點點 他說咱們一起上路啊 總不能在撐你這個江南鬼手 他說小的祖上姓朱啊 他們一個 簽字是不是 他說我哥姐姐都叫朱簽 朱簽兄弟一下 這個 沒想到 濃墨油 油 油彩下面還有一個清秀的小臉 他現在到底差在哪 他說 雖然換張 假臉 但可以 真面目四人 只願我娘九拳之下不用再我有 擔心受怕 咱們也去四書院 和這個同老大開始會合吧 他說一起上路吧 豬兄弟 親善 親娘善罰 終於 我終算把他跑完 我就是在等他 因為 找了一個偷賊真的是 玩起來整個都不對啊 我怎麼後面又沒人了 所以我選錯是不是 等一下啊我想一想 所以他的預設是 每次重組都是要 每次重組都要在 好像要點錯了 笑死 老闆又說你怎麼又來了 終於可以開始這個地區的探錢 然後等很久了 那個前面為了找回他 我真的花了好多時間 看看 嗯 但是我現在血又沒了 為什麼只有我血沒了 就是 呃 想一下 先去回個血吧 然後再開始從這個 江郎這個所有地方 一個 每一個地方都去把它探索完 因為他其實最高上限是20 所以其實你的能力會到一個極限就上去了 然後最後只能靠這個 最後只能靠就是你學那些武功在幫你增加那個能力值 銀兩 我現在唯一知道有一個可以補血的地方就是那個 那個山峰 其他地方都不知道 所以我從那個山峰為起點開始往外延伸 這樣 我從那個山峰為起點開始往外延伸 所以為什麼那負品會這麼多啊 難道都是因為死在第一關的那個 在襄陽城那邊 都噴掉了嗎 不是 因為我還沒去看呢 這蠻好奇的 我先看我們有沒有背力超過10 欸有一個欸 他背力超過10 可是他是 他是用那個 他到底要練哪一種啊 技術刀法也是 是 看一下喔 他背後背的是刀嗎 到底要怎麼點啊 他是不是 他點上去背力15可以拔劍了 等一下 有機會回去再去拔劍好了 你決定了就是你啦 他就練背力吧 先從這個 這個層開始探索 又一隻貓 又一隻貓 震舵貓 他說 出 領安 領安南門向東 便是 繞星四書院 他以為還都在江南喔 對啦 會在這邊遇到四書院 應該都在這 沒錯 貓 還有什麼呢 我看看 這是武器鋪 看有沒有什麼好東西 他有一個5500的 這什麼鬼啊 他防禦105耶 然後清功解60 他背力要X8 超強的 我覺得他那個開頭啊 那開頭都固定是那個劍法跟拳法 然後跟出生的人有差嗎 因為這樣感覺有點誤導 一開始就只能選劍跟拳這樣 點檔 對喔 把他們裝裝備 裝備 防具 兵器 兵器 倒數增加 他有加這個 輕功倒數3 這個我其實蠻想學的 打貨部都有賣那個 增加能力 就是 增加那個 他說 往西就是西湖 雨衣三莊 那我現在回去會不會 可以直接回去啊 先去那個雜貨鋪買一下 雜貨鋪 他說你看 很西 西藏街裡有個老乞丐喔 我父親年幼時是他家的常供 我父親是原外 他只是個乞丐 我是打算試看看 雜貨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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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龍兄妹可有救我出嗎 點點點 這 我 他說這次怪不得你啊 那個顧淨 堂的手讓我是知道的 他要是想讓你說 你有怎麼躲過 那你還是躲一躲吧 發音的顧淨堂 騰出空來啊 定給你 定能想到是你給我漏的消息 到時候他不會放過你的 他說 這家人到處都是士術院的野線 我們該往哪一躲 欸 被邀請他 他說 雷來風上的事大家都一條船 既然狗兒哥有落難 他說咱們沒有 不幫忙的道理 他說你要不要先跟著我們 他說我看你怎麼這樣 他說那感情好啊 如果是羽翼派給我咱們撐咬 我這個小命是保得住的 水皮弓 道德加一 哇怎麼會加回來了 多斯拉 多了一個 這是誰啊 他騎門是60耶 我終於找到一個 可以開第一 翔陽門的 的那個門了 而且他倒數也是蠻強的 你看他招式是什麼 他就真的只會這一招 他跟狗的差別在哪裡啊 這能力是什麼 60%進行嘲諷持續三回合 三回合 他是一個嘲諷角色 我現在人有五個了 我現在人有五個了 先看他不乾淨的東西 倒數有 先買好了 因為錢真的沒有很多 先自己吃 所以我現在是26嗎 他這邊真的是不能進去 這邊你看喔 他說江湖上有總共108位英雄俠客 這是水浮傳嗎 他 他說江南市蘇院是江南的西澤蘇院 向山蘇院 江西的白鹿 洞蘇院 和肖香的月鹿蘇院 到底是哪一個啊 所以有四個 他說我的名語全靈安城都猜不出來啊 什麼名語這麼厲害 他說我是用藥性編出來的名語 不懂重要才自然猜不出來 完了 這個 這個又要試了 前面的名語都是因為我之前有先試出來 所以可以很快就接納 但是只要後面有猜題的話 這就要花時間試了 那個先進行 看一下 他說你也懂中藥才那你聽好啦 琉環原是火中金啊 誰是他的對頭人 對頭人 聶陀陀陀生嗎 他說沒想到你有備了還真的是 阿鬥最是烈火性 最怕與誰一路行 哇靠 牽牛 阿鬥你是不是聽過這首歌再來 沒有用猜的 金香茉與玉京劍 雅霄最怕與誰逢 啊 啊 金三菱 討厭你肯定是作弊的最後一題 哇靠 還有喔 天啊我剛剛忘記我剛剛選什麼啦 阿鳥屋 好屋不順息喔 人生與誰不順情 啊 人生 無靈之喔 他說 面堂拳達瑞就給你了 喔幹我後面這個是 這個運氣冒發了 就只拿武功加了喔 不是 他說我以後要開一家叫做安保堂的藥房 娶一個像怪娘這種漂亮的娘子 他說你可不要娶一個大蠻蛇回家 什麼大蠻蛇啊 運氣不錯喔最後被我都全猜對了 他說 張階里的乞丐啊 號稱有各派武學點擊 不知道是不是吹牛 吹牛 對啊 真小氣 他說他原本是江南風四大族的後人 只可惜他裝自敗了 金許或許有點好東西說不定 該不要我投資他吧 當街苦力 他意思是要跟我要錢吧 他說 伏民小貝配在這裡 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在江湖上闖上面躺再來 現在這不給進去 他有不給進的喔 真 真小氣 左邊好像還沒 他這邊有好幾家 這飄香院里逛逛啊 可惜 囊中修瑟 意思就沒錢了 里面琴 聽說林安指揮使實驗章被人誣陷下了大獄 蛤 他做好了 這個 之前那個補塊被 就是補塊 他說要是實驗章還不在 那這個林安 找點什麼七七八八事 可就沒人逮得住了 那個 他們要 也領便當了 這可以賭的嗎 這個可以進去但是被那個人賭住了 他說上面只有達官貴人才能上來 那這種地方應該是沒有藏什麼特別的東西吧 我藏 這種地方應該是沒有藏什麼特別的東西吧 我藏 他在那個五件的意思 他說你混哪條街的 破廟街啊 破廟街啊 看來有什麼 沒了 他那是個破廟大俠的厲害 這個通常都不太 藏在這個房子內塞東西 就是這種城鎮的 就這種城鎮的 他說這個通氣棒看得很眼熟啊 他說林安甫怎麼不太平啊 如果想要全架 他說 遠遠看去喔 銷香 盜匪上官啊 200文 他才支200文喔 這是 他說這個是閒雜人等無法進入 他說要找這個答案消息要找誰 比一本書還平 我覺得那個市價有點還蠻混亂 一個一個地方地毯刺搜索 一個一個地方地毯刺搜索 反正這種遊戲就這樣嘛 四處走走 然後你有好的隊友的話 基本上 就可以開始衝了 這個我好像走過了 他說他的右邊是那個四書院的其中一個地方吧 這個吧 先存一下好了 我剛好存嗎 我已經失去記憶了 曲家村不是喔 他說聽爺說這裡曾經是好幾戶人家如今都破壞了 他說前些年還不知道在這 不知道誰在這邊開了酒館 但也不見有人會來進 他說爛了 還有一隻貓 在佛像上面 這是故意的吧 這乾可以 他真的很喜歡 藏了那個 這雞該不也可以戰鬥吧 現在看到雞都有陰影了 每個雞都是戰神 好像真是蠻破爛的 好像真是蠻破爛的 喔 這個看起來就感覺不太一樣喔 車夫裏大陸 他說原本是在南北兩地拉車貨運的 因為拳頭有些功夫闖出一些名堂 小時候身體不好 當年正趕上我師父從北方來江南 就傳我一套武槍弄棒的功夫喔 前幾個月我師父又來江南給我 給我震的震身手 眼下我真 抓緊 練習師父剛教的幾道 下戰術 太好了 我李大陸終於有機會和江南以外的高手過招了 請閣下出招吧 那真的是單挑的 哇塞 這傢伙 喔好像有耶 那時候我點太快了 這個我好像打得贏喔 大概 應該 贏一點點 四書劍法 這四書劍法能力是什麼 等一下看一下 套擊傷害150喔 這好像比較厲害 哇 那怎麼覺得傷害好像比較低一點 好像比較好耶 欸好像沒有 為什麼感覺是 5-5波的感覺 這點我還輸他呢 不行 我真的 哇不行 真的輸了 恥槽 好 他的缺點就是他腳短 因為我這隻的特性是輕功 升法比較高 他死了 他說功夫不錯啊 承讓你承讓 你竟然贏我 我要表示了表示 我是拉車的 家裡有幾匹馬 讓你隨便挑一隻吧 這什麼好意思 怎麼欠我李大陸是鄉野村夫 就我送不起禮物了 他說我雖然身居鄉野 但也懂得江湖規矩 沒拿得出手的寶貝 這怎麼會跟你隨便挑戰呢 套月流星 百龍馬 夜影追風 烏黑虛 黃毛瘦度小籌碼 想要小籌碼 那兩匹看就是好馬 我不好意思 跟這個李大哥要啊 我就選這個黃毛瘦度小籌碼 這這匹馬嗎 什麼的 有不妥嗎 你喜歡我就將這個小籌碼送給你 別看這個馬 乾壽如采啊 實質是一匹兩鞠啊 你好要帶他 這什麼鬼 你看 面黃雞獸 容貌其醜 看起來並奄奄 腳步什麼三喔 不是屍體就是打 他說 但是他卻不想送我 沒有 他場景移動速度比較快一點 道德還加1 這個給狗好了 啊 不行 那生法不夠 突然就是 狗騎馬 就 啊 太 太絕了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可能 我等一下 我覺得他用途應該主要是那個大地圖的移動加1吧 好像有快一點點耶 是我的錯覺嗎 等一下 好像有快蠻多的耶 欸唷 快好多喔 這是神狙啊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他不把速度加快了 因為他把他設定在道具裡面啊 所以才會差這麼多啊 就是 我大概可以理解 這個 因為他把這個能力設在那個道具上 所以他才沒辦法把他加快啊 因為這樣就把這個道具的彩蛋就給拿掉了 我覺得他這個做法是一個在搞自己的 的設定 我只能說就是 他做得不錯 但是 對 就是 就是 唉 他這樣其實是個雙面刃啊 對於設定來說 我覺得不錯 可是對於那種 沒有耐性玩的他是一個很可怕的設定 就是 因為你拿到的人會覺得還蠻有趣的這樣子 可是 但是 他就沒辦法因為這樣而 而把這個設定給 就是 讓大家喜歡這樣 就是雙面刃啊 南橋刀法 南橋刀法 他有 也有流血耶 可是只有 他是雜血 這要怎麼過去啊 都感覺有個暗門耶 因為他後面有一個 我在那裡晃一下 感覺這個就是最奇怪的啊 不是 好啦 我找不到耶 這個 秘密通道 我覺得他應該找到後面吧 貓 這個真的差超多的 差很多 後面不知道怎麼過去 我好好出去拉車 天天在家 劈腿練拳 能有什麼出息 他說 李大哥又早早出來練拳了 不然有東西 這邊有東西 哇 他剛那個後面那個是 那個到底要怎麼進去啊 哇 這個我竟然沒解開 是大傷啊 他那個位置 真的是有點可惜喔 來看一下這個提示 好了 他裡面有秘密啊 他說不知道誰在這邊開的酒館 他這邊剛剛後面有閃亮亮 就是這個啊 除非他那個是有個透明牆 透明牆 應該不會 等一下 試看看 這邊嗎 算了 放棄我覺得 還不到時候 也許當初 欸欸欸欸欸欸 他說我二哥全宮裡跟我說過 他說他在取家 倒宅給我們 姊弟留了很多養老的寶貝喔 難道說就是這裡嗎 這鐵網的激光不尋常 看來普通的奇門 樹 樹是打不開這道門的 應該是用我大哥 勞凍子 省尋龍斷門的 風 風洞的法 法子製成的激光 平常確實不知道怎麼解開這個方法 算這麼說 現在這激光沒人開了吧 倒是有幾個人 我大哥有個不爭氣的袍地啊 他當年和我大哥在 江西挖掘墳墓 後來不知道怎麼 一下幕就發神經了 大哥說他在墓裡下早了 後來這個 他這個包帝啊 就沉迷骰姿 推酒派 每日在林安鬥雞走馬 最終連家底都被他塑光 說起來 他說那個人跟我大哥學了 斷門風洞的法子 他那個人 不過那個人懶得很啊 姊翰呢 我們很 看他已經很多年沒有來往 我不想去求他 如果這位沈大俠的 包帝能崩打開這個曲家 老宅密道 到時候 分他好處就是 那人經得很 就要來他 到時怕不是全二哥哥給我們留的 這點家裡都要被他算計去 他說我得想個房子 防堵他 那個人經常在林安鬥子房 鬥子房就在林安飄香樓的樓下 他說那我們就去找他吧 那雖然說是玩 但是在下面這一個 就是按鈕是在這一個 不是這一個 所以我就很納悶 他說這個玩很特別 那應該玩應該要放下面啊 怎麼會放在樓上 這邊這邊 哇有這個神狙真的好快喔 這個快很多 鬥雞 鬥雞 鬥雞房 哪邊啊 鬥雞 飄香 嗯 下面 那剛剛講的是飄香嘛 所以 想一下 這邊啊 這邊不是有飄香嗎 然後他說 他的 呃 這什麼 趴數趴數 會熱黑人在帶著小巷 趴數趴數 所以 異常狀態解掉了 這個趴數趴數用文字帶過然後解掉了 狀態解掉了 有點可怕 阿 飄香樓 下面鬥雞 啊 這個開了啦 那時候被那個小鬼擋住了 他說 客觀這是 靈安鬥子房 裡面請 難怪我想說為什麼 不會等下戰鬥吧 聽說 這邊有寫啊 他就不知道地氣在誰手動 屢家地氣不知道在誰手動 然後他說太湖底有個密道水格 這個幾乎都是已經知道的事了 他都一直在提醒你 因為他這個已經好幾個人在重複 一直跟你講說要去這邊這樣 聽客觀來了喔 他說 壓大還是買小想壓什麼 壓大 他說你輸了 他是騙人的 再測一次好了 壓小 我就知道 他是故意的啦 在我才輸了200塊 就沒錢了 應該就他 那 貴人啊 是不是找這個 柯禪山來算 大小來的 他說 算一盤50啊 10跟9文 要不要算算 算個屁啊 柯禪山 你來認得我嗎 這位是 嘿 果然 異龍幻象之後 這小子認不出來了 他說我身旁這個 這位外鄉人 聽聞 算子 柯禪山 精通 奇門之數 不知道是否 給這個小朋友開個門 放個遍 他說拿人籤才與人消災 只要籤到位 什麼都好說 我不知道是哪個門 這個你跟我們去就知道了 他說 夏圖池 等我 等我片刻 這樣 這樣 10度9片 我只是試一下 小心有炸 我還是攻過去看看 這兩個幹嘛去啊 神秘兮兮的 他說行了 咱們走吧 怎麼另外一個這麼回來 他說我也好 咱們走啦 他們到底在幹嘛 他可以看喔 他能力是什麼 他起門有80耶 算是蠻高的 武功 他應該是少林的招式吧 他說 飛 這個我也知道了 這個 這個我有找到 但是奇門不扣 基本上三個點都已經知道 有這件事這樣 他說 千年 潘桃 潘桃樹 潘桃樹 現在大概就是 他黃字會一直提醒你 已經算不錯了 還跟你講黃字要記得去留意 後面也太多人了吧 這是要開火車團是不是啊 但是 嗯 我先去回個血好了 他這個他是說上場的人 他上場是5個 可是你後面拉的火車好像246可以7個人 所以你的馬 你的馬也可以給 就是不擅長的人啊 就是他是來當buff機的 來看看喔 真的 120的話可能要更強的 那他那個可能奇數都要給他吃 他最後才可以開得起來 不然就是要練那個相關的武學吧 嗯然後 我們這邊好像死路耶 但是他這個走位比較麻煩 因為你要 他那個路被那個 嗯他設計都滿 從向上層就看得出來 他路都把它設計成 有一條路你要進城 再從城裡的方向出來 就是刻意這樣設計的 來了秘密即將揭曉 啊這裡 這裡 這不是我們取家老宅嗎 怎麼變成這樣 怎麼你們取家老宅 這明明是全二哥的取家村的老宅 你誰啊 你怎麼知道全二哥 他說全二哥大人大利啊 這樣人誰不認識他 對吧 這是取家老宅 只有我們兄兄妹幾個知道 他說你怎麼多廢話 看你的說 他說刻禪山前後左右檢查 櫃子上的花紋 左轉三圈右轉一圈 向下一按 怕得一聲密到應聲而開 啊打開了 進去瞧瞧 江湖規矩 我們開鎖之後便走 絕不給貴人添麻煩 二哥還沒收錢呢 他說新客觀第一次不收錢 那騙人他還是找人來圍毆我的 等一下出去馬上就讓人來 這是老套路了 補月劍法 補月劍法 喔這招式是不是也可以學了 我看一下 喔兩千耶 啊發了發了 租算 啊 租算的事我看一下 這二級還好 二星啊 啊就這樣喔 還以為 還真的只在拿錢的 把那幾根摘了 把那幾根摘了 別想又騙我 這次 要是沒有寶貝底摘 小心又摘你的腦袋 他說怎麼可能 這是家姓全宮裡 留給自己養老的寶貝 全宮裡可是我們這邊的大土號 他奶奶的 我說這個 柯爾殘三 靠不住吧 分地門上 把這個屋裡的人給摘了 完全 拆得一模一樣 但是威威的好處是 等一下我看一下 喔他怎麼這麼強啊 我看哪個一定要偷 錢 錢 錢 蛋器 怎麼都是錢 怎麼都是錢 大概是退到在這個地方 有少拿 不是有三樣 欸真的喔 要等一下再重拿 我就不偷了啦 要全力打了 我應該站這 然後站這 為什麼那狗有綠色的 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是動兩格 好像有劍法喔 好像沒有印象 這樣好了 這兩個 這三隻是近戰的 所以給他黏過 沒關係 先讓後面的擠進來 剛剛前進一點好了 再來前進一點 來了 好痛喔 那沒有練 那沒有練 該是我出手的時候啦 我等這一刻已經很久了 別打法 不行 站這好了 沒招我比較痛 感覺是這一招我比較痛吧 感覺是這一招我比較痛吧 哇 喔好弱喔 喔喔 真弓 喔 還蠻強的喔 喔 站斜線 等一下喔 他是 應該是要這樣打吧 一下好亮 幫你填兩下 那但是他還是往後退吧 因為他被打一下太痛了 他防禦不夠啊 他開始出手了 哇這個中毒太狠了 直接來這邊 咻咻 那我來這邊幹嘛 來這邊一次刷一排 然後 站這個位置 喔漂亮還爆擊 這個神準 那狗狗還是先幫他補 他果然要來打他 因為這隻 最廢啦 他們都會挑那個最廢的那一隻 只要他狙擊他的話 就會衝 我的主角快要倒了 啊 死去 你的犧牲是值得的 好痛喔 有點誤會啦 這樣好了 走的距離是兩格嗎 然後我上槍哪一個好了 然後這要怎麼打比較划算 直接出手好了 升級 他現在補六死了 小狗甜甜 不要打我的狗 我的狗 又死了 為什麼要打我的狗 我的狗又倒了 這很靠北 氣死了 他這爆擊來得很漂亮 現在就是等 現在我要往後退 下面到底在幹嘛啦 下面是在發什麼神經啊 這樣 多久 一個小狗 他們到底要不要上來 我覺得要去贏他們 有了有了 有一隻在上來 就繼續等吧 這是太蠢了 還要再等他們再 我應該退一點的 還有不痛 他剛好會卡上來 覺得要再後退再等 不能 我現在衝上去還不是最佳時機 應該是可以 先出手 好癢 這個應該不會馬上就打到 就是他還要等他的推進 所以他會上來 然後這邊應該他會再前進想 結論上 來了 就是現在 要集中先打這一隻 為什麼這個打不了 沒有打到下面喔 少一格 失散 喔 這個暴擊 他真的是 妹子在關鍵的時刻 非常給力 太神啦 應該會被戳爆吧 他這個好像連直接倒 但是他犧牲是值得的 讓我撿尾刀啦 蛤啊 他說這個幾位貴人 你們 聽我 聽我編 啊不是 他說你去這個 靈安地牢繼續編吧 他說靈安地牢 他說什麼能爆關 他說我爆的關 小聖 原來你在這個靈安 豆子坊跑出去 是為了爆關 你也不怕被官兵認出來 說翼龍換相了嘛 官兵又怎麼認得出喔 他說官也就是這個 段子 柯殘山啦 勾結當地土匪 沒什麼好心 你們就把他抓進去關幾天吧 原來是你 然後你的柯殘山啦 都會讓我們逮的陣子好了 他說官也 我不是 我沒有 帶走 走吧你 他說多謝幾位啊 他這個人很狡猾 總是找不到藉口抓他 他在這個地牢好像受罪吧 他說 他沒機會受罪了 這小子在 靈安豆子坊 總是幫人算大小 還 算一個 這組尊 他說豆子坊老闆老就交代我們 要是抓到他的話就再勞理給他 光方 光兵比個抹脖子的手勢 行了吧 放心吧 你們今天 你們今天有事 有官也替你們出頭 先走啦 點點點 這是為了你的大哥親你們護吧 我以為就是抓他到 這個勞理關個幾天 點點點 他說你結過大獄沒有 他說這科產山雖然最大二級啊 但是我大哥只有這個弟弟 沒想到把他害死了 他說咱們到這個頂岸衙門吧 碰碰硬氣啊 他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前進地牢 這個在幹嘛 他說 那這個 這個地牢那麼好潛入的嗎 他說咱們是誰啊 貨協大俠和江南鬼少 什麼地方 咱們進不去 就是我還要去 幫他擦屁股就對了 真的耶我少拿一本啊 我少拿好多東西喔 其實有四樣耶 我有少拿一個 回頭在 其實是有四個還有千年靈芝在裡面 其實我是 我是想說可能有遺漏所以還故意不撿這樣 古月劍法 三星他生法要12 剛好差那麼一點 12喔 我生法怎麼差那麼遠啊 他這樣子有點不好練 燈法 他好像可以裝 復星鏡 他這樣可以裝這個 因為他騎門夠啊 超強的 然後我看一下有沒有誰沒學招式的 又或者已經練滿了 像我這個已經學滿了 書生奪命劍 然後學吧 反正我是這樣啦 就是 既然是練劍就是要飾演把所有的劍法都學會 開劍 就是以 以學這個劍法為 這個目標 開幾招學幾招 疑問60可以開可以 可是回去要100塊我想說 有空回去再去解吧 因為我不想要 三不五四跑這麼遠 對啊 他那個那個什麼黑面書生當10連擊就超誇張的 他就一直狂連 他就可以連兩下 因為這招就是他給我的 就是他丟給我的 然後我先去回個 那個 這沒辦法 這個為了省錢 我真的要客家 就是 只能往那個篝火的地方走 繼續回 繼續回 然後因為我剛剛有中那個中毒 去找這個飄香院老闆按摩一下 而且還是免費的 免費的最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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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 這不是很蠢嗎 我們來救 就是最後自己還得要 把他關進去把他救出來 未知的黑 解除了 他說往哪走一邊玩去吧 他說看來混不進去啊 他說咱們晚上再來吧 準備劫浴 應該是會有戰鬥吧 哇 沒有東西可以拿 是嗎 這我就不知道 然後這個就有這個 這是怎樣 他說你是嗎 他在那邊 先不要去找他 這個人怎麼那麼眼熟啊 為什麼不能跟他講話 然後他真的是 是嗎 如果是的話就是一個梗吧 為什麼 和尚 歡迎你隨便坐坐 點點點 你這是坐牢嗎 還是養老 他說我在 林安客棧得這個武功秘籍 每天日夜看 夜看 也不給客棧老闆結帳 他說 老闆一氣之下報官了 然後官兵就把 我和這個卷軸帶在這裡 雖然這個勞理也親近了 獄竹看我也不跑 索性就把勞門給拆了 他說什麼武功這麼著迷啊 他說你盯著這個羊皮卷看去 他說這什麼鬼畫符啊 這是少林寺高升前幾個月到江南送給我 應該只有少士山來的人才看得懂 他說少士山來的人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你的隊友 然後第 第二個可能是你要選角的時候選第二隻角色 應該就看得懂了 這是你的第二隻角色 機緣 他還是有拿到這個 佛守 三花子 道靈 四五學 這是目前我最強的特性佛家根基 這是我第二隻角色才可以學的 這是他的 學學 應該是啊 他到底要怎麼救人啊 這要怎麼救啊 到最後還是不行啊 他有沒有發現四個人都穿那個黑衣服但是有一隻狗穿不下去啊 這個狗不就 呵呵呵呵呵 不就被扣了 他說這煎熬的門啊 一陣風 把人吹進來 絲頭牛也 難拉出去 沒想到這麼快就來了 他說你怎麼知道我們要來 不是 那我只訪老闆派你來取我的命的嗎 他說這個笨蛋啊 穿著夜行衣就認不出來 他說只有兩位吧 兩位也若饒了小的一命啊 他說我將 將萬貫家財奉上 他說你擁有那麼多錢 他說有啊 他說小的這些年贏了不少錢 只要小的老我明明 他說 小的出具後就做牛做馬 任拆錢 他說 你大哥 尋熊龍這些年給你 還了不少賭債 如今你又因為賭錢入了大 你對得起大哥嗎 他說 他入一不是你報的官嗎 他說 他說什麼大哥啊 沈熊龍信你只有他的異弟異妹啊 他只會打我罵我 給我還了賭債 還不是怕我壞了他 沈熊龍的面子 他說不然兩位也啊 沈熊龍和他的義兄妹 被官府通緝啊 這消息是我賣給 林安 包狗兒的 他說 原來就是他出賣的消息 送到他得性你要救他嗎 他說不救了 你要奠記 他的 萬貫家財就救他嗎 再等等 因為我發現我剛是不是點錯了 下面那個應該也是那個 果然是可以對話我沒點好 只是指揮死 夜女俠 他怎麼會在這呢 他說還不是嘉欣得罪的那個夜遊虎嗎 魚派就把我 派人把我抓在這 他說死指揮死 這是說哪話 他說夜遊虎 對天發誓 絕不會落井下死 哎呀這不是魚派的夜什麼虎嗎 他說斷天一眼說 你是怎麼被抓到這 人就一人 他說那天我去 抓江南鬼手 得的是 朝廷的密令 我帶人去嘉欣回來 嘿你還怎麼樣 朝廷說 沒發過密 轉臉就把我們抓進來了 他說 他說我知道去查 發定智能 發定智能是 被連刺 速劍 他那個痕跡應該是你們魚派的劍法 他說我們魚派又不是只有我們魚三角 死指揮死長年在離岸 難道沒有跟其他魚派打過交道嗎 總之是你們的魚派的 背後搞的鬼 說死指揮死態 沒錯 真的是魚派背後搞的鬼 那你要好好想想 現在不跑更待何時 他說 他說這個 指揮死為人正氣喔 這麼死了不可 這樣死了不是很可惜嗎 他說要嘛就破了牢門 管他願不願意直接放他出來就行了 只能救一個人 只能救一個 等一下那該不會隔壁那個也可以再救吧 對朋友看你臉貴相 就大發十倍放的橋出去吧 他說 他說小的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七八九個孩子啊 七八個九個孩子這個 幾個防禮太太啊 也就是七八九十一十二 他說行了吧你說你有家財萬貫還生正氣 我覺得你有什麼好處 他說小的沒啥家財 也不過小的知道天大秘密 找秘密 他說 這此地老 陰暗潮濕 小的在這地方 那可什麼東西 他說 他扣手 救誰啊 我想想 我沒有要當好人啊 但是我又不想要當壞人 那就中間這一個好了 就是 我就救他吧 我不想當 就是 沒差啦 就這樣吧 救他出運 奧德 減一 什麼人 來人有刺客啊 哈哈 就是左邊跟右邊都不對 換得乾脆選中間好了 因為他剛好就卡在他們中間 那我真的選中間 那我覺得他也許沒有什麼重點 但我只覺得啊 全他不太有趣了 我在猜他該不會跟我講是一個秘密通道吧 然後其實最後可以把其他人救出來 然後他們人有點太多 機動打 他有17級耶 這也太扯了吧 我是不是太早來了 什麼 什麼 怎麼都17級啊 第一級壁 好啦這個 之後再來救吧 再練練好了 練練再來 已被擊斃 這感覺蠻後期的耶 就是 基本上你現在的挑戰 有點太早了 那感覺是要做那個 先不能來 先去別的地方吧 那先去別的地方吧 反正還有地方很多可以探險 我就慢慢練吧 因為我其實 如果這一招 如果這一招練起來 其實剛剛 不好說啦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就是 嗯 還要再練一下好了 對這個 等一下再去的話 這個村莊是什麼 他說哪個道上的 來我們這游龍幫幹嘛 又來了 拜山門 現在就是來練拜山門 一玉葡萄酒 玉密閃 等一下我先存個檔好了 拜山門應該不會那麼誇張吧 通常拜山門就是練等的時候啊 來吧 喔這個10級 喔這個10級 嗯大概可以喔 有沒有比較強的可以拖 沒有 哪個流派好啊 想練什麼就練什麼吧 上啦 入 10級的話我應該有機率贏 至少不會輸太多 這個有幫他打到嗎 如果他是用那個 他如果是以自禁的 禁用的行為的話 那他拜山門的射擊應該是 至少會讓你打得贏 就是如果他用的是自禁的設計的話 通常三門的 這種一定是讓你 練練拳腳的 喔喔喔 但是 好痛喔 扛得住嗎 扛得住嗎 好像扛不太住了 我想一下喔 B計畫 狗狗救我喔 他這個應該可以3級補回來吧 他這個血是多少 不對 要佔這一個 減減刺內力 減減刺內力 通常 後期應該就是拚一波吧 就大概就直接打一波這樣 這隻 我帶的這隻真的沒有殺小鹿用 他的招式真的是 第五隻 第五隻真的是 是 純屬問號 看有沒有辦法戳到好了 4格 不行 太短了 好吧 對嗎 對嗎 那個 偷的 那個方式好了 偷 要錢不要命 喔好少喔 這也太少了吧 因為我的主意就是妹子啦 因為我的主意就是妹子啦 妹子的那個刀法的這個還蠻強勁的 等一下不要再打我的狗啦 呵呵 再補 打不到 他還加那個防禦龍 直接補刀好了 熟命劍 哇 哇 他二級的傷害就這麼 這麼強勞 然後 尿手空空 反正 有錢又有經驗值幹嘛不用 至少用得很爽 酷喔 那個分金錯骨的單體傷害真的蠻強的 製補 我覺得我這樣子 拿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偷的那個旅館的錢 客棧的錢 都不夠用了 要這樣偷下去的話 先打這邊好了 等一下應該就是打 這是因為那個補血讓我有觸發兩次 就是連擊 努力偷啊 再偷 最好錢這麼少啊 8塊錢 窮 這個打不過去 這個打不過去 哇 四伏 嘴皮弓 隔空嘴砲 他是有嘲諷效果 但是他嘲諷還是可以橫打 跟直打 一 一 逛過去 哇 去吧 漂亮 又是一個暴擊 帽子都嚇到掉了 他說 他說閣下好俊的功夫啊 我師傅 姑朋先生肯定會和 想結交的這個江湖新秀啊 他是 他所謂的結交是 是拳頭的絕交還是 還是 真的結交 先進去走一下好了 他會說要不要來挑戰他 他說白腳幫幫主 雷老虎是 是游龍幫老幫主的兒子喔 看一下喔 先看有沒有什麼好東西好了 可以進去嗎 他說這是 游龍幫大店 現在幫主不在店內 所以他這個打那個門口 我覺得是因為他劇情還沒做到這邊 所以他現在 他現在那個 幫主才 才沒有人這樣 喔這個他也太窮了吧 這個也才四五塊 窮 他這邊應該只是先幫他設定的 我猜啦 就是 那個幫派有 然後但是劇情還沒幫他做 應該是這樣 還是先打一打吧 然後 這太窮了 秀花陣喔 那這蓄命賞剛剛不錯耶 可以減 賭480 我覺得 賭480都已經算好了 就是超過200以上的 都是 都是很猛的 可以回血 又回來了 這個是我 最喜歡住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 他那個 他那個錢可以多給一點 真的是 真的是怎麼都不能買 就要變得很省吧 就是 開銷要算的 剛好 然後 這個已經打完了嘛 然後左邊應該還有 去看看好了 喔這邊有 我只能撿這個 路上的小草來 雞雞殼 這邊有個3耶 嗯 白鹿洞書院地址喔 要說此地是 東蘇林 免林大人的所在書院喔 若非召見不得上山 先回吧 啊 這樣就沒有 這個又是怎麼幫 白鹿洞 不會又來了吧 白鹿幫 又來啦 我先撿一些東西 欸 這東西 有一隻鴨耶 他說 洞庭荷花鴨 但是 據說是 天下的地鴨 然後不知道幹嘛 天下的地鴨 他拿來當那個 把他烤來吃好了 這個是 內地上限 加50耶 先吃好了 會不會是裝備喔 是嗎 不是啊 他應該 他如果是那個 應該會有詳情才對吧 裝備的話 這個應該也是踢館的吧 我去存一下好了 這應該是一樣的難度 再猜 十幾 正好我現在也需要練一下等級 是一樣的 是不是又直擊 都是錢 他上面寫著 替天行道 要知道替什麼天啊 這個好像跟他的形象有點不太符合 那你瞧瞧 蘇生奪秘劍 但是我沒有打算上 呵呵 戰術性撤退 因為位子 還沒到那個 出招的時機 來了 可以了 那你瞧瞧 蘇生奪命連環劍 喔一出走就得死人 奪命劍 他這距離有點遠 好像打不到 真的插邊球了 剛剛站位沒有站到 好的位子 喔 超級 太狠了 反正狗狗就練經驗值啦 唉唷 他進化了 三級原來可以隔一隔了 太厲害了 同樣的招式啊 屁模一樣 喔喔痛喔 哇太快倒了 喔站這吧 那只打到一隻喔 要錢不要命 火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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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這個 他第一招爆擊率 真的很高耶 好猛喔 然後 我覺得等一下我這三隻都會被打 而且也是 就是100%被打 沒關係 我已經召喚出最露的 最坦的那一隻 如果這一招發動很穩定的話 我可以確保大概傷害可以在門告的 有一個穩定的輸出 再偷 然後這邊 他這招狂暴擊 太狠了 升級 我應該其實要幫這隻補 尾刀 好多呸 他嘲諷是還可以移動的嘲諷 是這樣子嗎 他嘲諷還可以移動 只是他只會打他 這樣 6級 他說我好疼啊 算你很 他這次連幫主都不介紹 又有東西 這個石頭是 石頭 石頭 這邊也有 石頭不是暗氣嗎 為什麼在那個暗氣的 啊 他這個要對那個技能 啊不是武學啦 因為有些招式是要對應的暗氣 所以這個石頭必須要用另外一種 幫主有是不是在 又是一個說幫主裡面沒人 這應該是也還沒做完的 至少我有拿到好東西 他左上角還有路嗎 所以他左邊我這邊探錢玩的 還可以繼續去更多地方 等一下 是 然後再去找我的老朋友了 那座山 但是其實 他這個設計也是蠻惡意的 因為我不知道還有哪裡有那個溝火 所以如果按照劇情走的話 那他把那個溝火設定在那個 最左下角那邊 因為那邊是有劇情 但是如果你每次都要用免錢的話 就得繞一個遠路 還有這個啊 順便解一下狀態 免錢的解狀態跟免錢的溝火 如果他道具給很多 大概捨得 我應該會捨得用 只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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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人重傷了 下一個 就去每個地方都踢館吧 我感覺快要練成了 我的神功 因為目前最強應該就那個奪命劍吧 好 走這一條 因為我有找到 我有找到 神 神居 欸 那我的神居欸 黃 黃毛 黃毛獸肚小籌碼 是 因為他有那個 因為他有那個 他有那個場景速度加1 所以走非常快 拿來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叫什麼村啊 去 去 喜安 欸是喜安城的 右邊那個 曲文村裡面的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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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拳頭的 然後你跟他挑戰之後 他問你要哪一隻馬 然後選那隻最醜的那一隻 他還有帥馬 我不知道帥馬的能力是什麼 我選抽馬 他說他不想給我 他說四書院原名昭新書院 當年宋氏必獲 紹興 暫居此院 四書院就是 舊此生名賀奇 前先年 東蘇 凌豐年 橫空出世 那他提升書院武學的實力 四書建法 掌法 輕功名揚天下 此後四書院合併 降山書院 立則書院 然後 欸 對 白鹿洞書院 以及蕭香月 鹿書院 成為江南武林庭柱 他玩了這個主線是不是 他剉賽 他說怎麼四書院這麼多人 看來老大和蘇生他們已經到 我們趕快進去吧 他說 祝典兄弟 你要查好你的身份 一會兒委屈你做 裝作是我新收的隨從一切地道行事 他說 一會兒我不說話便是 我們進去吧 完了 我只是進來 我只是不小心走進來 跟鄉民一起進來而已 我沒有要真的要進去啊 怎麼好像 這個該不會 我有第三個吧 還有一個 他丟幾個啊 怎麼還有一個 在練吧 海沙幫 我的天啊 就當做練燈好了 哼 這個好像比較乾脆一點 就會調路上 要嘛 先這樣 等他們過來吧 已經加二嘛 所以 這個距離 加二 應該是打不到 所以用這個 欸不行 這個也打不到 反正 反正 那就空幹好了 反正都會去找 我勾火部就練練燈嘛 他補到70了 喔 海沙刀法 都不一樣了 他是刀法不是棍法 有我先攻 喔 踢倒 然後偷錢 嘿 大概10塊錢吧 差不多啦 而且他還有動物 真的很吉特 走不過去 先這樣好了 小狗 甜甜 黃狗 黃狗 升級 他這個刀 他好像刀戲 嗯 我不知道哪一個 不知道三賊哪一個 也會中毒吧 然後初期遇到的時候 真的蠻急車的 好像是那個 黑風在 是不是喔 好像不是耶 是另外一個山洞的 水稻的那邊 水稻的那邊 就是也會中毒嘛 那對那個初期來說 如果你沒有解毒藥的話 我那個真的蠻可怕 我那個真的蠻可怕 套退一點好了 喔 他有連擊耶 好 好 好 夠了 超補 1 10 這隻真的 乾脆他不要去打 他空幹就好了 怎麼追都追不上 真的是 差不多了 下一局應該就結束了 一級的傷害就會明顯增加 而且他練高之後也會加我的能力值 繼續偷 說偷就偷 23塊 他可以去了 還沒死 還沒 降好亮 勝利 他說勞命啊 這個也沒有說幫主在不在 等一下進去又說幫主不在了 他 他說我們海鯊刀法附帶毒殺 動毒 動者毒殺攻心喔 神仙也難救 那麼誇張 他說我們海鯊幫主是月三娘 可是這婆娘常年不在幫你 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幹嘛 月三娘 又不在啊 沒有一個人在家的 右邊那個臉有點不太一樣 這什麼鬼 他說這幫海鯊弟子不是好人 勸朋友趕快離開 喔這個什麼 加劍速嗎 喔沒有 這個也不錯耶 這個 那個補的那個效果不錯 基本上我根本沒有錢買那種高等的藥材 應該會把錢又來一個了 這個一定有收集要素 這個一定有收集要素 壓 雞 這一定有收集要素 而且拿的都在那個 這個水幫 我再猜一定有東西 應該是有特別的意義在 應該是有特別的意義在 當然因為我剛剛講就是沒錢買 尿材 所以只能靠這種刺出張羅 搜刮這個東西 才有辦法撐過去 這個山洞不知道是什麼 我在猜山洞這個按照他現在這個位置的分布 應該是要帶帶我去那個 另外一個洞吧 我在猜 又回來了 回來這邊好安心 沒帶屬性很貝的話還好 因為要看你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 等我一下喔 升法 就是 因為他 他有些武功會加屬性 就是這個其實也蠻 我想一想要怎麼解釋 因為你的 比如說劍術有一招 可能是要150劍術 可是你要提升劍術的方式 也只能一直修練劍招 因為劍術的招式 他才會幫你 提升你的劍術能力 所以有些招式他其實不是 不是為了使用 而是 而是為了讓你可以學更強的招式 而學這樣子 就是 就是 他有一些 有一些的目的其實不是用來用的 而是為了強化自己的能力值 去學更好的武學 所以 我是覺得還是 還是有些有練還是有差 他 他的目的其實不像是哪用的 就是增加能力 然後那個山洞去看一下好了 山洞 是哪裏啊 厭蕩商 1 感覺就一副我有事啊 欸我狀態有解吧 我剛有去解隊 感覺就等下會跑出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又有兩條路了 那種傷是最可怕的 這隻餓嗎 往下走 什麽又有一個岔路 欸 欸 林芝欸 活 開心 試一下 林芝 然後我看一下 這邊還有一個骷髏 錢內 然後呢 要東西 應該是高等區域吧 因為我覺得東西的價值通常伴隨著這個地區的難度 還是 代表這邊是不適合我的 勉強一點再來 這邊走 這邊已經探索完了 我這個主線暫時先不想衝 其實要衝主線很快 先去別的地方晃晃 繼續往右邊 右邊 這個已經去過了這個就是拿馬的地方 然後城鎮哪 這個 這個該不會也是一個 這個看這個船隻好像也是一個幫派 這個是那個時候沒有沒有打的那個 那叫什麼 太湖幫的湖底 有四個黑人進去 那時候我想說先避開 先來解這個 哪一次這啊 都睡著了 為什麼他呼呼大睡的時候沒有這個時候趁這個機會把東西給幹走呢 把他這個錢踩A走 50塊 喔 應該是這個門吧 好像不是這 找一下 好像他是說在湖底吧 有了 他說 若婆婆說的沒錯啊 按道路口應該在前方不遠處 找廢話帶路吧 我也跟上去 這怎麼那麼難走啊 不對我走錯路啊 前方 又有貓 他說施展慶功 跳過去 他如果慶功不夠不就摔死在那個 湖底了嗎 看看 看看 一條小路 還有烏鴉 他說前面有 轟轟聲 彷彿遠方有什麼石門 暗道被開啟了 看來他們找到那個密道 是哪邊啊 好像是這一個 但是我先不要走這邊好了 因為我發現 這邊好像也有東西 喔 是那個嗎 不是 這要怎麼啦 啊這邊這邊 喔有寶箱 就這樣 這個是 這個是他 他意思說他要施展慶功過去 但是從我的方向來看 像是隔空取物 他說看來這就是泰湖水道的路口了 他說我幾個黑衣女子應該進去了 他說又是個轟弄聲喔 是門自動關上的 不好 得早期他出口了 才能出去了 這不會等一下來個 18級之類的吧 他說水中有個寶箱 喔1000塊 他給這麼大方讓我覺得難度蠻大的喔 是價值的 唉唷 他這都給我存檔 存檔要是卡出不去嗎 存中間好了 這會卡死 我好像看過 我好像有看過一個訊息喔 我知道了 逃中區有在討論 他卡在這邊出不去 然後有人跟他講說好像某一個點可以出去 整個是蠻猛的 先不走那一條好了 別條 先走別條 繞過去 大多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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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這邊法是一個小路 那右邊那個到底是為什麼 又來了 又該不會又是在同一個點吧 這個進來真的會出不去耶 他這個直接死去 我想一想喔B計畫 我想一想喔 先往下走好了 我踩這個B計畫戰術 先讓他們集中走好 不然他這個地形實在太血尿了 因為他一開始有一個篝火 他一開始那個地方有一個篝火給你休息 所以是可以用熬的熬出頭啦 就是 先把他這樣 又來了超遠距離 好像射成超遠的 不想中毒 狀態消不了 這是那個篝火最無助的 的地方 最無助的 術服 傻裂 試看看好了 盡量把他們就是 站在一個角落 然後讓他們可以靠近 靠近一點吧 不然他們太散了 真的不好打 我想一下喔 偷彩 這邊休息 左邊兩個人去打右邊 我一個人去打上面 我的主角去打上面 快再直線一點 再直線一點 再直線一點 我要上啦 復手啦 啊 這時候又 又沒連擊了 真是 看好多殘血喔 真是殘念而中 真是 真是殘血 哇 他們都刻意走 我的戰術只能打 這個位置 是儀式啦 就這個吧 負負責 脫下 這真的太崩徵了啦 有點無解 大家帳位都寫角的 屌虐 直線劇的悲劇 我想一下齁 他就算死要死得其所 讓我想一下 就算死 也要拉多幾個這個 幾個人下這個下來 直接183 他敢來打這邊 4 4 妹子是不是快升級了 有機會吧 補看看啦 不行 感覺好像越來越賭了 可以一次帶走兩隻了 漂亮 直接賭看看能不能來得及升級好了 最後希望 又靠這一波升級啦 又靠這一波升級啦 滿血了 放我丟你 我也會 去吧 哼 要想一下齁 先 先把一隻帶走好了 穩扎穩打 哇 再吃我一刀吧 再吃我一刀吧 打是打贏了 但代價很大 而且全部都中毒了 先趕快回去吧 他如果 他如果勾火 可以回 解狀態的話 應該 在這邊會比較好 哇 那個直接點160 增重其毒 我有什麼可以解的啊 大概留的解毒啊 大概只有 看一下 解毒單 解毒單 其實解毒單很少 你如果沒有特別買的話 好像 大概只會有 看一下 還有自動中毒單 每個都升中其毒 解毒喔 因為我那時候進來的時候 我就有點擔心 所以我是在外面存了一個 就是避免 就是 出問題 啊 我已經沒毒單了 就拚一波吧 右下直接打吧 直接上啦 集中火力 上啊 哼 我們身上都好臭啊 臭臭的 然後 然後 去吧 我也要開始丟 遠程 能清多少隻 算多少隻 努力的C經驗值啊 我 你 沒有 有 有 你 有 有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NERF吧 他這一招的距離應該要 嗯 嗯...應該要給這些人練低一點 就是他要丟可以 可是你不能讓他的距離這麼遠 因為他幾乎是站在一個最遠層在射擊 這樣 就是... 我在猜應該是大家都玩到這邊都暴怒了吧 就是他進來前面可能覺得順順的 然後進來之後就遇到了 他應該是大家都玩到這邊 然後他發現說怎麼這邊這麼扯這樣 我在猜應該是大家是因為這樣而生氣嗎 就是... 如果... 應該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風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 你... 而且重點是你還被四面圍毆 然後再加一個就是... 一個地形這樣 然後你在中邊一直被臉丟這樣 就是... 就是... 就像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大家就會說 那你自己有打贏過嗎? 他一定有打贏 然後... 他打贏的方式一定是用20級等的角色 然後... 然後用一個大範圍轟炸 就是... 就是... 他應該是這樣去測試 所以那個強度才會... 就是... 就是... 才會... 就是這麼的誇張 可是我... 好像有人也撐過去了 但是他是... 他是問說... 他... 可以... 可以... 走的慢是因為他把那個道具綁在...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呃... 他綁在那個... 有一些特殊道具上 對菜 來一下 我覺得他劍法要出一個三格的扇形攻擊 或是圓形十字的 他才有辦法應付這種場景 才不會被屌虐 因為我現在發現劍法的問題 就在於說我都直線的 就是 就是有點整個 不知道怎麼去對付這種所謂的 就是 所謂的邪角 看一下 撐下去啊 呵呵 我戳 現在已經快中毒死了 呵呵 他被 這個 彈指神功 彈死這樣 你就知道升級了 這現在是我目前最強的奧義啦 呵呵 躲命劍 對啊 我也走到啦 我也遇到一樣的問題啦 被打到歪頭 因為太扯了 你就 你就把他想成就是 我現在在中間 然後 在一個十字的架上 然後我被一堆拿那個 機關槍掃聲那種感覺 然後我很難去 做一個揮擊 因為我就像是拿一個 一個棒子 在想辦法在追遠程 的敵人這樣 大概那個感覺吧 都在問候啦 沒有啊 他這個 這個其實很明顯 大家會問說 那你自己來玩看看 你不會生氣嗎 大概都是這種心態 因為會生氣啊 我是已經放棄治療了 所以我已經懶得跟他生氣 因為你自己來玩 你就會發現我真的也蠻無奈的 就是 遇到這個狀況 前面我等級差打不贏就算 但是我真的真的覺得太扯了 我都不知道 我站在中間是被 當那個炮灰打的 他這個目前啊 要玩大概就是 大概 我預測啦 要到瞬的話 你少說 需要15天的時間 就是 他改數值 打在15天 左右的更新量 才會正常 讓我可以體驗 我雖然是打贏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等下怎麼辦 他有沒有船 讓我出去 救一下狀態啊 找個船讓我出去吧 救人喔 真的有船 終於出來了 啊這可以再進去嗎 可以耶 為什麼會知道有船 因為我 因為我在討論區 還沒有玩之前 我就看了這篇文章 我就不知道那是什麼 但是 但是我知道有個緊急逃脫裝置 緊急逃脫裝置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還在堅持 原來是因為 我在賭 我在找那個船 欸我先找那個 回去吧 先找那個 我現在在哪個位置啊 我要先想一下 我要怎麼去 我的救難點 想一下啊這邊啊 這邊之後再去吧 我等他修正再去打好了 因為我也真的快承受不了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點的通炸 那個真的太太強了 除非啦除非我學到一個十字招 這個這個只要有完就知道啊 那那個問題是已經 用肉眼看都知道太扯了啊 那那個已經不是測不測試的問題 是你站在那邊 就像被那個 一堆人在那邊 啪啪啪啪 射擊 然後你根本被屌虐啊 然後他們會沒有問題 我真的覺得應該是 因為他開剛才 那20等帳號再來測這樣 通常都是這樣測才會 沒發現問題 欸我怎麼存到另外一個啊 然後 喔 重新出發 繼續去尋找出路 不過我那個招式練滿的 欸我這個招式練滿 我看沒有什麼可以練的 我現在升法差異 但是我又不能 我又不能學那招劍的 打算回去一趟好了 買個秘笈 順便拔劍好了 這蠻明顯的啊 就是 我現在打算先回去那個 那個什麼一趟 先去那個 對啊不能作弊測試啊 那不準 先 先回這邊 等一下 10幾 我可以學13招嗎 13招 喔 回去啦 直接炸裂 有限可能是因為太多次 他已經憤怒了 因為他說 又來了 每次都來這樣 每次都來 每次都衝抗我 急速 來看一下 倒數 暗器 倒數 那我現在28了耶 我想一想 還差兩點 我就可以學那個心晶了 我想一下喔 去右邊那邊 我差一本了 等等 不對我就在右邊耶 阿剉賽 要哪邊要賣啊 慘了慘了 再一本 這邊這邊 這邊這邊 沒了 他有賣劍法的 我要學 劍法 我先去開那個 先拔劍吧 那個15倍力的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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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風在這邊吧 他有那個劍總 後面有一個 那個什麼 15倍力跟20倍力的 然後我有一個 我應該有一個人 已經16倍力了 我想把那個 那把劍給拔起來 去看看那把劍 他15倍力拔起來 該不會真的要15倍力才能裝吧 我現在有點擔心 有點可怕 劍總 他真的是劍總嗎 劍總 嗯 那個老 那個男婆 不知道現在 這樣子有沒有機率打贏 疊那個血 那個血 如果 應該是很難 應該可以拔了吧 有了 清風絕影劍 看一下 欸我可以耶 劍法40 傷害加 喔喔喔喔可以可以可以 看一下 漂亮 神劍啦 靠隊友幫我拔起來 然後我自己 帶上去這樣 自己倍力不足 然後 還是別人拔了起來 那那個20倍力我就靠那個誰了 然後我要再去找那個 對 複製劍 它其實是一個 靈體劍 意念的劍 魚香 對啊 然後我要去開那個 六十的奇門吧 我也不知道 那個裡面到底有什麼 看看 往這邊走 那這個 這個有一隻 那個商人啊 他有賣一本心法 其實我當初也想要學 他有加一點血量上線 可是我不知道 要不要 要不要畫那個點數學 這個 他有賣一本這個 四書心經吧 然後他會加輕功還有氣血跟內力 我是說原本有打算想學的 他可以練到12重 學這個好了 我已經沒有東西可以練 因為我總共可以學13招 然後我現在大概包含第一招 所以五招 現在五招 還有八招 這個 這個上線可以透過點這個 物性去提高他 然後奇門應該是右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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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要開門了 Open 石門上有布有精巧的奇門機關 包狗唸出了奇門口訣旋轉機關 石門應聲而開 應該不會是一隻 一隻怪吧 誒 這是那個嗎 石底賽有一番信 然後信件已經常破不堪 他說 想我八人 每年兩年來這邊聚會 如今二十年未見 師門之情將如此疏遠 有握病他恐怖於人事 寧此奉聞 勿勞賜賜師父師弟敬山 不懂 不知道他們的師門霸人到底有什麼糾葛 或信件衣 這是蛋糕嗎 這個先不吃吧 金絲軟銀 軟銀衣 應該很強喔 不能穿耶 這個 生法十二 我之後應該可以點上來 但是 誰生法有超過十二的啊 可以耶 妹子可以 他已經有這個袍了 可能這個對他來說 這一件好處是他有連擊自帶甲5 那換這一件好了 他有護心進了 那狗可以穿嗎 不行 這邊還有東西 這什麼 爛科普 爛科普 琴普 可以換仙銀子 手頭緊的時候 這一定是要留著的啊 誰會把他拿去賣啊 還有五個這個 這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戰鬥中增加零級 這個9 就這樣喔 好吧 我覺得 唯一目前 這個最稀有 就是他的那個 臂力的 戰藥 那個阿婆 我真的下一打得贏嗎 如果我沒有 出血 我看一下喔 算了 還是不要想薩士好了 之後再來 等練強一點再來 然後這邊就 只是把當初那個 就是 當初一些還沒拿 把他拿完了 所以我這個香港地區 只剩那個 那個 南婆吧 巴鳳 是巴鳳的南婆還是什麼 受傷的南婆 還沒 還沒挑戰完 然後我要回去要再花一百塊 再一百塊 這張費用好貴喔 好啦 這邊也可以繼續探索 繼續探索 這個破廟好像有 然後這個城鎮好像還沒探索 那時候擠著走人 所以沒有探索 砸貨 這個我有買嗎 我看看 有了 倒數太好了 我等一下也可以學倒數了 因為我如果 這個可以自己偷的話 我自己 來偷就好了 就不用靠其他人了 這個好像 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我已經有 有跑過了 然後附近的城鎮沒有 因為他這個是 他這個是也是 他這個是也是 附近的城鎮喔 該不會都跑了吧 這個跑了 然後 然後 這就是那個很生氣的那個地方啊 所以我現在進去該不會還在睡覺吧 欸 醒了欸 當中有事 仙雜刃都不能進入 進不去了 他們醒來都沒有發現怪怪的 不過後門有打開就好了啦 那個之後等修正我再進去 那這個吧 這有一個山莊 我記得那時候我這邊也是要挑戰他的 記得這邊好像還沒剪吧 還是剪了 還沒 這邊已經算剪過了 所以已經練滿了 我看要給他練什麼 招法 二級 他可以學八招欸 刀法喔 他的刀法只有62 要學一下好了 狂風掃夜刀法 擊退一格 範圍 他這個範圍更廣欸 這可以 他真的有什麼就練什麼吧 呦 再來挑戰吧 落霞裝 呦 我先攻 直接掃一排 至少我的這一招也滿強的 直接跳兩級啊 一級變二 他們是有東西可以偷啊 等一下等一下 還是錢 然後偷錢 14塊 14塊 喔 升級 他學剛剛那一招啊 妹子學剛剛的刀法 如果練滿之後 因為他的輕功真的滿低的 他沒辦法像我這樣 這隻角色可以一次衝那麼大步 但他可以透過那個刀法 做一個遠程傷害 因為他至少打三格 好痛喔 又偷打我的狗 拿去吧 狗 狗可憐 可憐的狗 第一個都被人家殺這樣 然後 然後 我覺得直接用戳的好了 欸 這樣沒死 既然沒死 那我自己打 狗拳 我也會生氣的 然後幫他嘲諷 欸 沒有嘲到喔 啊 狗又死了 這根本是虐狗吧 狗狗又倒了 因為狗的體質真的有夠低的 應該是他沒有護甲吧 我找不到他的護甲到底要穿什麼 就是我找不到狗的裝甲到底在哪 所以他沒有衣服可以防禦 他只有他的皮 升級 說好厲害啊 拿來的魂人來到江南傻野 看你厲害 他說我師父公至莫馳就在大殿 他會收拾你 這是有師父在的唯一一個地方 真假 這真的有師父在嗎 可以進去耶 終於找到有一個師父在得了 他說我師父有兩把扇子 都是江南民扇 一個便是洛霞莊主傳的赤羽 C霞扇是不是 另外一個是金風扇 其實我師父更喜歡金風扇 只是那個扇子是別裝傳承下來的 不好意思拿出來用 那個應該是可以打喔 但是我要去補一下 我覺得他客戰要降到50文吧 這是我真的覺得我最可以接受的價錢 就是我可以小額付費我可以接受 因為他錢本來就給很少 但是你客戰至少收50 我還可以接受 收到150真的有點誇張 因為他那個他現在整套行頭 如果用拿的 我那個銀兩大概不超過5000 差不多5000而已 然後他有一件裝備就賣5000 5500嘛 所以基本上就根本很難賺 然後去挑戰他師父了 我猜師父等級應該在15左右吧 或15到18吧 然後如果要是撐得住的話 就那個流血了 去搞他 去搞他 反正這個動態就是OP 反正這個動態就是OP 好 再來真踢館了 他說我別裝應該是這個吧 因為一紅一藍 一紅一藍 來了 來挑戰他師父的 來挑戰他師父的 喔 好大劍喔 真的有耶 他說你誰啊 土裡土氣的 點點點 蛤 他不是說可以挑戰 他不是說會自製我嗎 結果不能 欸有寶箱耶 這寶箱不知道藏什麼寶貝 要不要偷走 好嗎 喔 因為有他在 他已經不翼而飛了 冰封扇耶 蛤手 他真的把他扇子給幹抖了 感覺不夠有名 也有可能 他這個是要點什麼 看一下 他不能拿 為什麼 子力要80 哇賽 子力80耶 那子力是多少 他59耶 啊錯賽 因為我們給他學別招 等一下喔 子力 子力是點 我有點忘了是定力是不是 子力 欸 欸 等一下 他道德越低 結果子力法越低 是不是 那他只能用後天的方式去補強 是 慘的 哇 這個我有點不知道怎麼去幫他點 先保留好了 他那個要用後天的方式 就是練 招式去把他補強 不能用屬性去點 喔 剛好還有一本書 還有一本書 這應該是加能力的吧 9億 然後自己吃吧 所以我拿他的扇子他會生氣嗎 等一下 這樣連寶物被偷都不知道 算了 喔 又一個 這個好像是一個特殊道具 他剛剛這個 對啊 他這個 我在猜啊 扇子啊 不是 比普嘛 蘇普嘛 他這個一定到時候有一個地方 要你收集四個道具 我猜啊 類似啦 然後他才說 才會給你就是挑戰這樣 我再猜啊 他可能會做一個類似的這樣的功能 這邊 這個A到一個神扇 但是 但是 就是不能挑戰 之後再來吧 等我有名的時候 你就等死啊 因為通常有名的時候 就代表我已經變超強了 喔還有一個 這是三合院 這怎麼派啊 鯪魚裝喔 繼續挑戰 他們有什麼東西嗎 等一下不要來這邊好了 沒有連擊喔 沒有連擊喔 有啦 我想說 輕鬆 不要這邊好 偷 又是要偷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這樣擋 這樣 這樣好了 他這樣 為什麼大王狗被封穴無法行動 他怎麼時候被封穴的啊 我想一想 啊 上一場的喔 他用的是那個 很像那個誰啊 那個之前有個遮眼睛的 那個 好像很像他那一招 好 下去吧 哇 他們的劍法好痛喔 痛成這樣 這個狗不能動 真的是 沒有想到啊 他有那個狀態 有了 欸 他怎麼可以動了 解掉了 太好了 自補 有沒有幫他補一下 他現在可以補80了耶 這感覺他練滿之後 100左右吧 要死了 攔截 現在沒死 在剩賽 接下來好像有點 危險 他這邊已經學完了嘛 等一下可以給他練別招了 通常應該都9就滿級了 好像只有特殊 幾招 比較高等的 才有辦法練超過9以上 下去吧 下去吧 他說好厲害啊 哪來的野種感到我們這個 蒼蠅莊來殺野 他說我們莊主 雙連山和二師傅都在大殿 他們會收死你的 又是一個 都會收死我 但最後又不打我的 然後 他男的還活著 然後 他這次練滿了 他還可以練喔 他這招課導也可以練到幾等 還可以再練 先去存個檔好了 然後如果等一下 就覺得他不會打 他又說哪來的野小 你是誰啊我不認識你 之類的 他說他們蒼蠅莊只會收豪門喔 世家大毒之蝶子喔 回徒喔 他說很少跟江湖閃 就是那些閃門的那些人互動啊 秀花針 沒事別再騎台前逛 沒得啦 又愛師傅的嘛 可是他可以互動 他說這個騎台好像有什麼機關 他說不知道這裝備有什麼怪人 想來出道江南人生地不熟 還是晚點再來探查吧 這應該是劇情才會來吧 他說晚一點 三個人 對啊 就三人 外加自己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就是有四人一狗啊 不包含就是我三個人 這邊有什麼 這邊有什麼 好像沒了我要進去啦 會不會被打呢 那我進來 他說我師父說啊江湖中的一概不見 他說蒼雲莊好大價值 有沒有搞錯啊 結果他不是說他燒死我結果沒有 因為原本另外一個那個當初他本來就沒有什麼戰力啊 他只是拿來 他當初是因為怕被追殺所以他來避難這樣 當初只是這樣 所以他本身不算什麼 不要戰力 唉唷 這裡是哪裡啊 他說人老就想坐在這裡喔 啊這是嘉心啊 我當初這邊好像是也集著閃人啊 好像也沒有在 欸那邊有寶箱耶 我看到了 他說要不要殘殘心呆的蓮子 他說就將兩顆不好的蓮子殺在你手中喔 拿去吃吧不用錢 但是我沒有拿到啊 不是說給我吃嗎 但是怎麼會沒有 廣告不死 嗯 剛剛拿什麼 太快 右側是浮風裝祖墳喔 那快遞是我幫忙看的 是個風水寶地 他說由此 浮地保佑 浮風裝能百年不摔 但百年之後就 百年之後就摔敗了 看風水還可以看那個一百年後就會摔敗 可不可以挖粉啊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不行 不給挖 無法挖粉 剛剛那個院子後面有個寶箱 等一下繞過去倒一下 不能進去 這個也是敗三門的 等一下我先繞上去喔 這個可以打 但是 先找一下 這邊啊 他這是在裡面嗎 然後後面這個有水啊 這邊應該可以繞過來 因為這邊有個東西 唐橫刀 鬼 應該比柴刀好吧 這個好蠻多的耶 好刀 好刀 好 我這邊雖然一堆人都快死了 但是應該是打得贏啦 因為我主戰力就那兩個 然後那個兩個撐得住基本上就穩了 來吧 再來挑戰一次 喔 他們剛好在值錢 喔 他們剛好在值錢 一次三隻 那等一下也快升級了 然後我看一下他們身上沒有什麼特別 那感覺就 就是 我想一想喔 感覺 感覺就我demo那邊做比較 就是下降層那邊做比較有樂趣一點 該怎麼講 我想一想喔 因為他的那個 他現在只能打這樣 突然不行 就是他的小怪後面全部都大部分都塞錢 就是 覺得前面比較有像 就是精華都在那個段落那邊 所以後面都感覺沒什麼驚喜 所以後面都感覺沒什麼驚喜 就是平淡無期吧 都只有錢 進去吧 有了 升級 我已經快滿級了 我只剩五級可以點的 我只剩五級了 我的屬性點已經快到極限了 這想起來也蠻悲哀的 想一下好了 這個好了 有了 欸 又先打狗 可以這樣嗎 可以不要打狗嗎 他現在還特地給我撈到後面 先補一下喔 好補 說再見啦 這是我一見 輕鬆勝利 他說閣下好功夫啊 我師父喜歡結交江湖朋友 他說裡面請吧 師父又不在 這邊有東西 這邊有東西 靈兩 這是什麼 等一下喔 這邊應該沒東西 這邊 鑽珠 有了 我覺得沒什麼重點 這個 他們師父更可憐 連個房子都要站在外面 他說 小朋友年紀輕輕這樣如此功夫 真是英雄出少年 他說 我兒入室如今 我兒啊 我兒子啊 入室如今在這個白鹿洞書院求學 你們是江湖同輩喔 以後自當多多貫照 再次 只要隔下到陸架 不到我浮風山這種貴幹 就沒後續了 他這樣講法不就等於我現在是 有那個名氣了嗎 這樣到底是有名氣還是沒名氣啊 我剛升級了對不對 所以我升法 我升法什麼時候12的啊 我想一下 因為升法時候可以學 應該可以學這一招了 這一招 五月劍法 沒有什麼特點 他只有暴擊加5% 就是就以這個 劍法 它是我目前的 可以學到的 就剩這幾招了 這邊已經 這邊已經沒重點了 好可惜喔 我一直以為有那個 叫什麼 門派之間的譬如說挑戰這樣 一直想說有沒有機會 這個已經來過了 左邊吧 左邊這邊我再看一下 這好像也打過了 所以應該這個地區已經完了 就是打完了 然後剩下的話就是 就是 主線跟那個 好跑主線好了 有一個是煎熬吧 煎熬那個強到 我也不知道怎麼打 18級 然後有個洞穴吧 人員 那人員也強到 我也不知道怎麼打 所以現在目前 唯一一個就剩主線三中 就是那個 主線劇情 那我要先去回個血 然後解個狀態 再來解狀態 那如果他現在生法夠 我先點貝利好了 先把貝利頂高 兩點 然後 OK 跑主線吧 這個地區剩主線 然後如果這邊跑完之後 我就換另外一個地區 地區吧 就是走那個 走另外一個道路的點 這個山洞 這個 等一下 這個山洞還有左邊 去看一下好了 但這個山洞現在打起來 銀兩 四接二 這個山洞 我想一想 人員 算了 人員四五級 現在我唯一 有一隻等級跟上 只有這一隻 但是還 不夠強 主線 來吧 這個劇情是說 要跟那個什麼 他那個 另外 那個鬼面 劍士還有誰 要來這個書院 會合 聽說那個 羽衣派是朝廷的英權 不知道 今日為何 要來到 四書院 發芽 他說 這羽衣派實在 太猖狂 我們看一下 他說那羽衣派絕對不會是 四書 飛劍 顧淨堂的對手 啊 那我進來嗎 他說 聽說那些 顧淨堂的 四書飛劍十二四 乃是這個 東書 林豐眠清傳 他說 看這個顧淨堂的五學造子不低 他說 如果照這樣下去的話 以後 四書院的掌門 只會遲早是他 這樣 可是有種說啊 東書根本沒有傳過他武功啊 都是 顧淨堂門下地址 在 將我上下說的 而且我師父說啊 江南劍法根本沒有 他那樣的招式啊 從出手看起來 像是大理的 三十六塊劍啊 他說 你師父怎麼會知道大理國的功夫啊 他說我師父對各門各派功夫聊落子啊 就是一個 以假亂爭 亂講 然後說是哪一招 明招這樣 所以我等一下進去應該就直接開打 來了 他說 小生阿虎你現在怎麼才來啊 他說 老大 家人鬼手偷走是個假包國啊 我猜老祖聰應該是知道的 點點點 小生明白 他都明白了 回頭再說 他說 通養無啊 這麼多年來 我們四書願與這個羽衣派一直相當五次 他說 今日你強行要來四書院抓的 恐怕不太把我們四書院放在眼裡 他說 林掌門 前幾日啊 林二小姐在江夏 壞了我們這個羽衣派的事啊 小組裝要我們把 把我們怪罪了一番 近日登門 不過是來找林二小姐問個話 他說 因而跑到江夏了 此事從何說起 他說 我那個小姨子啊 平日確實有點任性啊 不知道他在外面又有什麼事這樣 然後這個啊 我正想要問 外面人都說 四書院大小事物 均有掌門女婿顧敬堂打點 知道近日這事 我是要問林掌門 還是問這個顧堂主 他說 江湖人如此說嗎 都是江湖人瞎說啊 爹不要受這個同老大的挑撥 他說 四書院的大小事物 自然是我岳父林彥卿說的算 他說 聽下人來報啊 我那個小姨子林應啊 前些日子確實在江夏 不知道怎麼壞的一派的事啊 同老大可以說來聽聽 也許只是誤會一場 林二小姐 火同北地江湖人士啊 協助朝廷反賊善官男 在江夏酒館與我們 呃 於一派大打出手啊 此事江夏 渡口人人皆知啊 可不要說是我們 於一派冤枉的林二小姐 他說 顧敬坦以善遮免啊 側頭對著林彥慶說 說同老大 實話不假 下人也是如此回報 那怎麼樣 難不成讓 與一派把這個嬰兒帶走不成 那自然是不行啊 他說上官人盜走朝廷的寶物啊 是與一派通緝的頭號要犯啊 他說林二小姐 與他串通 不知道士術院上下可否有人暗中支持 他說胡說 我們士術院怎麼會與朝廷 叫反賊勾結 哎呀 你們真是有啊 沒玩啊 他說一個 一個要犯 一個 一口一個反賊啊 那東西不在老子身上 你們於一派又 又不是不知道 現在老子不是反賊 那他們自然無罪啊 他說你們於一派又何必來這個 士術院難橫角局呢 他說那林一妹子和他的相好 很好 呵呵 他是相好 他相好的江湖朋友王亥峰啊 或是狹一之士 路見不平 把繞相助啊 夜遊虎凳的上官男 假裝咳了一聲 吼我幹嘛 啊我懂啊 他說那邊那位叫顧靜騰 不是 聽江湖朋友說啊 在飛來風上 你們士術院逼死了幾個 呃 加薪幾位豪傑啊 要我說嘛 這於一派找什麼朝廷的寶物 不會是被你們顧靜騰拿去了吧 說的是啊 顧堂主 帶飛來風 帶來 派人尋找朝廷寶物 不是受何人所託 喔不知是受何人所託啊 今天 金湯號 他說啊 我看你 靈女下雨 於一派就是一場誤會 他是 顧堂主 大有可以啊 他說 顧堂主莫不做生啊 他是有什麼 男眼之隱 他說顧靜騰 這粗人是誰啊 他們說的是什麼 被來風逼是什麼 加薪豪傑又怎麼回事 這我沒有啊 爹你不要聽他們瞎說 我老到歪了頭看著夜遊虎 阿虎啊 這上官啊 和你一搭一唱的 你是什麼時候把他拿下的 就是啊 你們兩個時候怎麼看對眼 別瞎說 我說好你們個雨衣派啊 找個江湖粗人來這邊混淆視聽啊 要不然我們四書 不把我們的四書院放在眼裡了 現在人家雨衣派不是來找我們四書院的麻煩 既然你是 向山書院惹的事啊 自然就是你們向山書院自己解決 爹 你自己看著辦吧 哇他爹不照他 好吧 既然你們雨衣派欺負上門了 那我顧靜堂就領教你們雨衣派的高招吧 不然咱們四書雙劍好久沒有一起出戰了 今日夫君有難你總不肯秀手旁觀吧 點點點 他的妻子不想幫他 好吧 那我們雨衣派客氣了 要受死吧 結果真的是 二打四喔 他有那麼強喔 哇靠 18級耶 喔 當然是他身上有東西 可是我不能偷 那是杜兜嗎 欸 這個造型很像是杜兜耶 這是指他是那個 嗯 這讓我有點問號 這個完全沒有戰力可言 我 我 我真的是傻眼的 我覺得這個也會被生氣吧 因為我覺得好奇怪喔 就是 啊算了 不是這個真的 這個太瞎了吧 因為現在魔法是最強的 就是他那三個人 我的天啊 對 洞穴走一走好了 放棄自療 那個真的太扯了 可是我覺得他好歹也要把那兩隻變強一點 然後他沒有變強 刀勢還變少 然後我就呈現一個問號 天啊 天啊 而且他那個完全不是 根本 他只能被秒殺 真的是 啊這邊是那個 通氣的那一隻 的位 的地方 我這個應該也打不贏 但是 我想看一下我現在跟這邊的差距 到底怎麼樣 看一下看還是不是還差很多 他這個速度輕攻150 可能他們先全動 他們先全動 直接炸裂 我好像勉強跟得上 跟不上 我這個已經是最快了 第一次三連發 應該是沒東西吧 我看一下 都是錢 不要好了 等一下 放位置好了 因為 啊 啊 這位置讓給他 用血打 哇 沒有補到 我覺得那個主線真的有點太扯了 就是 我可以接受我真的打不贏 我就 我就認了 但是 你不能給我的隊友 就是 完全是沒有練的啊 就是 而且還少招 這真的是 因為他我當初有操控過 所以我可以很清楚 他的招式 可是 我覺得有點扯 就是 你怎麼把原本的招式 還移除了這樣 就是 那一場戰鬥我可以認輸 但是 我真的覺得 他的那個強弱 太有問題了 就是 你不能放一個 完全就是 廢渣來 當我的隊友 然後最後跟我講說 你得靠自己 他在中那個 好 喔 來了 他也是奔錯手 難怪穿得超強 直接帶走 直接帶走 贏了 喔 我第一次打到爆擊500 我突然覺得我真的 比他們太多的強太多啊 喔喔喔 妹子也 也跟緊腳步 然後 他那個是分錯手吧 所以我用這個 嘲諷 他應該只會打他 但是 反正他死就 至少要死的 有 有意義 唉唷 還撐住一下 不過他沒辦法撐第二下 就是可以 他現在被他嘲諷中 我直接先去打這一隻齁 等一下等一下 他血是多少啊 300多 就這樣好了 集中打一隻 漂亮 那已經快不行了 他的那個 他好像有流血 如果他現在要硬上的話 只有一種可能 那就是 丟暗器 撐下去啊 然後 滴他 這如果要是吸的人死了 他會打誰啊 他會去打屍體嗎 他要打妹子啦 顧 是妹子 對 越戰越強 一個人carry全場 唉唷 爐家根基 真的可以學到特性喔 那個心法真的有特性耶 他要回內 他要回內 欸幾個打幾個 等一下 撕我一發啦 好後繼無力 再來 再來一下 沒了 我要中流血了 那基本上一下就全死了 哇 後繼無力啊 烏 烏 可惜了 如果我剛剛那個妹子有升級的話 我應該打這裡 流血喔 拚看看吧 如果我可以直接把他爆死的話 或許還有機會 哇 只有一下 有點可惜 我真的覺得我變超強的 至少我已經 已經 剩好幾隻了 但是 我現在另外一個問題是 因為這邊我已經打不動 嗯 先去那個好了 那其實他有別的地方 這邊打不贏 我只能先全測 其實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練等 我只能先走另外一條線 就是在那個 等一下 他這邊打不贏的話 走那個 欸 那個叫什麼 他要先付錢回去好了 要再花一百塊 散人 然後走大概這個地方吧 走這邊 要走這個水道那條路啦 就是去那個 屬 屬 屬3是不是 欸不是 屬 嗯 8屬還是什麼 這邊 這邊 如果你一開始 你過去的話 他會說 你現在 因為劇情 反正就是說 還沒有必要去 去那個地方 然後 但是如果你只要 就是主線 就是往後推進之後 應該照理說 他就會 他就會給你過去 應該是這 應該是這吧 他說八屬武林門派和送進其他江湖門派走動不多 他說我們魚派也是第一次來到八屬 他說 這邊行事就得靠這個你了 我在暗中策劃一倍不死之屈 他意思是說 他們這個地方是他們也沒有射略的 區域 對 他也不能做什麼特別 就是幫忙 另外一個八屬地區 新的城鎮 又是一個城鎮 風舟古稱 將走 渝舟 里白 高池白地 採雲間 與杜甫的不盡 長江滾滾來 描寫都是池景色 北宋從寧元年 渝舟人謀反 宋徽宗將渝舟改為公舟 取公順意 之意 虎人自東入船 一定會要先從水入經過公舟 最終進入八屬之地 他說 公舟山高水險 金兵打不進來 他說我們現在 這些兩種八屬可以過得相當安逸 過得很爽 他說八屬武林 首區域值應該是青城派吧 青城派地址 不光是武功好 出手也擴大 我們江中上品魚先出貨 第一時間就要送往青城山 青城山 他說 閣下是從山斗 平水道來的 有聽過 水道中有自稱無白屋場的加量大道嗎 他說白屋場不是死了嗎 死了 是誰幹的 說謊 我也不清楚啊 不過我沒看到 透過倒立的缺口 那黑壯士 眼神一閃過 那你不自覺的往後退 身上遺物突然丟在地上 你看去正是白屋場 神中挖出來的半截手指 點點點 他說黑壯士 就是壓低他的帽子 向你拱手一力 轉身離開 蛤 好險 這東西不能丟在街上 你快速的將白屋場的半截手指 撿起來 所以如果我沒挖粉的話 這邊就不會掉出來了 應該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青城派喔 其實我對青城派的印象都沒有很好 大概是因為受金融所影響吧 所以余昌海的印象實在太深了 他可以去別的地方 就是一個那個 怎麼樣算命500 好像是削到江湖的一個小說 就是金庸的小說 讓我對清晨派沒什麼好印象 他那時候的掌門就是于昌涵 給掛算一算 然後他口中念念有詞 他說 他在那邊講一大堆 我就不念了 他說閣下的掛詞是 明月不解領隨身 他說閣下行走江湖 墓地不存心事不正 只得狐朋狗友三三鳥 東邊不亮西邊亮 英有邪念 去去去算了便走 什麼東西 英有邪念攻擊 Safe喔這個超好的 行 我內地撿了就算了 可是我自帶連擊5%了 我就不用 我所有的招式都有5%的效果了 所以他這個應該是 應該正邪有差 因為他這個就是 因為我的道德暴敵的 這個可以 Go 因為他那個自帶連擊 是所有的招式收恩惠喔 平常是你要上buff才有可能會有 我現在是自帶5%連擊 這我可以接受 這能力太棒了 喔看一下這邊有沒有什麼 好像沒有了 這邊我剛剛看了完全都沒有 巴蜀地球 哇有這麼玩的喔 好啦那今天就先玩到這吧 早上 早上我看情況齁 如果爬得起來的話 就 早上也許會開玩這樣子 那今天就先開到這邊吧 收台收台 來啦